第一案 红枣姜汤 第一集 玉士莫重于大辟 大辟莫重于出勤 出勤莫重于检验 颂词 喜冤极路 续 京城 六扇门 楚楚从出了家门上了储水镇四叔那条破渡船 到搭上农户落大哥的旅车 再到出了紫竹县之后 遇上形形色色或给他指路 或干脆烧他一城的陌生人 人家问他去哪儿 他都是抬头挺胸 一脸自豪地告诉人家这五个字 京城 六扇门 他凭着这五个字到了京城 人在京城里了 却死活就是找不着六扇门 他在街上问的那些人 一听六扇门这仨字 不是笑就是白手 就一见两人给他指路的 一个把他指到了刑部大门口 另一个把他指到了松贺堂 他往里探了个头才知道 那是个医馆 感情人就是当他脑子有毛病了 楚楚气得直跳脚 不都说京城的人 见多识广学问大吗 怎么连六扇门这么出名的地方 都不知道啊 就算以前没听说过 他不是已经形容得够清楚了吗 坐北朝南 门开三间 共安六扇黑漆大门 门前镇十时两座 门下占拆官二人 门上一方乌目大扁 上书刘金大字 六扇门 他不但知道六扇门长什么样 还能把六扇门九大神捕的传奇故事 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呢 只是董先生只说过六扇门在京城 可没说清楚是在京城的哪儿 本来以为这么赫赫有名的地方 到了京城肯定一问就能找着 出来时候就没带多少盘缠 一路上又赶上了几个大风大雨天 单搁了些时候 现在身上这点钱 在京城这种地方 也就勉强能凑出两碗面的 天黑前要是找不到六扇门 他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自己要睡在哪儿 早知道不出来的这么急 先跟董先生问清楚就好了 楚楚正在心里悔着 突然早见前面胡同口拐出来个穿深红官服的人 手里还握着把大刀 身形挺拔 脚步有力 就跟董先生说的神补模样差不铃 心里一热 把腿追了上去 从后面追上那神补模样的人 楚楚早把董先生讲的那些 怎么抱拳 怎么行礼的事 忘得干干净净了 一把扯住他胳膊就道 啊 圣补大人 我要去六扇门 把这话说出来 楚楚才看清楚 自己抓着的 是个二十来岁白白俊俊的年轻男人 像个书生 一点也不像神补 还正一副吓了一跳的模样 愣愣地看着他 楚楚脸上一热 慌得松开手 刚想说自己认错人了 这书生已经回过了神来 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 嘴角一扬 笑道 我不是什么神补 倒也是在六扇门里混饭的 你要去六扇门做什么 楚楚一听他认得六扇门 还是六扇门的人 历时来了精神 一仰头 很豪气的道 我也是去换口饭吃的 看着书生的笑意更明显了 楚楚忙道 我都知道 六扇门里也有女人的 书生笑着点头 颇认真的道 当然有 前院扫扫的 中院伺候的 后院席做饭的 女人多了去了 楚楚急得小脸通红 我不是要吃这种饭 我要去当舞座 六扇门的舞座 书生微正了一下 把拿在右手的刀 倒到了左手上 腾出右手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仍带着点笑意 看着急得 就快哭出来的楚楚 你别着急 我问你啊 你叫什么 楚楚 楚楚动人的楚楚 收声轻笑 姓什么呀 就姓楚啊 姓楚明楚 这名字好气还好听 我们这里有五个女孩 叫这个 收声认真地点头 确实挺好听 你今年多大了 十七 说完又想起点什么 楚楚赶紧补到 我三岁就看我爹验尸 七岁就给我爹打下手 我爹和我哥会的 我都会 我爹说 我比我哥有天分 全线的人都知道 收声轻轻蹙了下眉头 笑意还带着 哪个剑 楚楚抿了抿嘴唇 人家都说经理人 瞧不起小地方来的 但他既然是六扇门的人 他就一定得说实话 紫竹线 收声脸上的笑意 一点都没变 点了点头 难怪有苏州口音 楚楚眼睛一亮 跟见着亲人似的 你知道紫竹线 我知道你们县令郑大人 郑大人是个好官 都按可清楚了 就是媳妇娶的态度 壮夫人不高兴 收声玩耳 这我倒是不清楚 这是出了苏州 他遇上的第一个 知道紫竹线的人 居然还认识 县令郑大人 楚楚顿时觉得 知人亲切的 就跟老乡似的 正准备跟他好好讲讲 郑大人跟郑夫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没开头 就听他拥有那种 好脾气的语调道 你既然在家乡吃得开 何苦大老远地 跑到京城来啊 楚楚揪着手指间 撅起了小嘴儿 我们那儿 不让女人当武座 但董先生说 六扇门九大神域里 是有女骨头的 那肯定也有女武座的 董先生是谁 我们镇上天香茶楼的 叔叔先生 他知道好多六扇门的事 六扇门九大神埔的事迹 他都知道 书生倾咳了几声 忍住笑 你就这么想当武座 楚楚头一抬道 我家从我爷爷的爷爷开始 就是当武座的了 书生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孝师认真琢磨了一下 才道 你要真想当六扇门的武座 就得参加考试 你能行吗 一天有法子进六扇门 楚楚立马道 行啊 怎么不行 他不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吗 明天一早就有场考试 可来得及准备 不用准备 现在考都行 书生倾笑 即使如此 那你明日某时出客 到刑部正门口 自然有人告诉你怎么考 听见刑部两字 楚楚又急了 不是考六扇门吗 怎么是到刑部去啊 六扇门招人归刑部管啊 董先生没讲过这个吗 楚楚摇头 董先生还真没说过这个 那你现在知道的六扇门的事 比董先生多了 楚楚诚心诚意 发自内心的道 董先生说的对 六扇门的大人都是好人 收声很好人的笑着 明日啊 到刑部 见着穿官服的药行礼 可不能再上去 就扯人家胳膊了 楚楚小脸一阵发烫 鸡卓米诗的指点头 我记住了 我姓景 叫景义 日经景 立与义 经理人杂 你一个小姑娘家 自己千万要小心 这些天啊 在经理要是遇到了什么 解决不了的麻烦 可以随便找个衙门 报我的名字 我很快就能知道 这人的话说得很大 但说话的口气 又一点都不像是在吹牛 楚楚睁大了眼睛 盯着他 舌头都有点打结 你 你就是 你就是六扇门的老大吧 六扇门的老大 就是来乌影去无踪 神龙见首不见尾 九大神补扶手听命 天下暗间 尽在掌握的六扇门神秘老大 江湖人称 欲面叛官 景义笑的嘴角发僵 脑门上隐隐黑线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我可算不上老大 就是当差 久了朋友多罢了 那你就是神捕了 景义仍摇头 我是六扇门里的文官 楚楚一脸怀疑的 看着他手里那把大刀 董先生讲过 神捕为了办案方便 是轻易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 可他连名字都说了 怎么就不能通通快快 一切说完呢 景义顺着他的目光 看出了他的心思 勾着一抹笑 扬了扬手里的刀 这是一个神捕 落在我家的 你要能考进六扇门啊 我就让他认你当妹妹 你说话算说 董先生没说过 六扇门的人 言出必行吗 说过 安王府 景大人 景义像冲他弯腰行李的 两个门童 扬了扬手里的大刀 算是回礼 脚步不停 熟门熟路的直奔内庭后院了 从入冬开始 一直到过年前一两天 是安王府每年来课 最多的时候 不熟的客人还带不过来 对这张熟的不能再熟的脸 安王府的人就放任自留 悉听尊便了 反正景义从来没把自己 当过安王府的外人 反正景义要去的那个地儿 安王府一般人也进不去 三思阁 每年这个时候 要是到安王府来找安王爷萧锦鱼 门铁最终都是送到三思阁门口 交给守在门口的侍卫 然后就可劲等着吧 最后要么直接收到一张 写着事情解决办法的纸 要么就一官职级别 被安排在某某厅 某某堂 某某楼见面 反正是甭想进三思阁的门 景义是三思阁的例外 打刚才瞅瞅一口一个六扇门的时候 景义就在想 如今要真在京城里挑出个实打实的房子 对应他形容的那个六扇门 最合适的应该就是这三思阁了 不过他也极少进三思阁的门 一般都是翻窗户 这个时间 萧锦鱼都是在三楼猫着他 景义先爬楼梯麻烦 侍卫也嫌替他通报多此一举 久而久之 他跟安王府的侍卫们达成共识 他翻窗户 他们当没看见 所以站在窗边 正要抬手开窗透口气 清醒下脑子的萧锦鱼 刚听到点不大对劲的动静 下一刻 就被突然打开的窗扇 当的一声呼在了脑门上 眼前一花 还没来得及伸手 抓住什么稳住身子的东西 不知打哪儿出过来个 裹着陆皮的金刚刀柄 又光的撞上了他的鼻梁 混乱中 萧锦鱼刚抓住窗台 就感觉一只大脚 不偏不倚 狠狠落在了他手背上 他连半个动静都没来得及发 紧接着 一个比他身子沉了三成的重量 就把他接济湿湿 砸到了冰凉生硬的地板上 就算脑袋被窗框撞得生疼发晕 萧锦鱼还是清楚地听到了 自己那把骨头 在接触地板的一刻 发出的不堪重负的身影 锦鱼 我错了 我错 我错了 锦鱼手忙脚乱地爬起来 过程中 在萧锦鱼像牙白的衣服上 清晰地留下了几个 沾着黑泥的完整脚印 跟落在他手背上的那个 一样样的 据实践统计 这种误伤的可能性是很渺茫的 但在天时地利人品三大条件综合作用下 这种情况倒也不是从来没发生过 所以锦鱼爬起来之后 就赶紧关上窗户 狠自觉的双手抱头 铁墙根蹲好了 等着萧锦鱼从地上爬起来之后 对他审判量刑发落 埋头等了半晌 等来萧锦鱼怨气满满 又无可奈何的两次 过来 锦鱼抬起头来 看见萧锦鱼还躺在原地 姿势经过调整 倒是明显比刚才倒地的一瞬间优美多了 萧锦鱼一手捂着正往外流血的鼻子 另一只手抓着一只拐杖 显然 他尽力尝试过凭这只拐杖的支撑 把自己从地上弄起来 显然 尝试无果 第二集 在萧锦鱼以同样的口气说出第二句话之前 锦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素 完成了如下一系列动作 从墙根底下站起来 把窗边的轮椅拉过来 把萧锦鱼掺起来 把萧锦鱼扶到轮椅上做好 把那只拐杖收到轮椅后 掏出自己的手绢递给萧锦鱼 双手抱头 贴墙根蹲好 连他伤得严不严重都没敢问 虽然他是这世上被萧锦鱼给予例外最多的人 但一定程度上来说 他其实很怕萧锦鱼 比怕他爹怕皇帝害怕 跟萧锦鱼的权威无关 只跟他的脾气有关 等了有一盏茶的功夫 才听到萧锦鱼同时带着鼻音和一点点火气的清冷动静 无疆的刀怎么在你这儿啊 锦鱼老老实实蹲呢 牧师弟吧 乖乖答话 昨晚上在我家喝酒打赌藏着玩的 我喝多了 忘藏哪儿了 他也喝多了 没找着 我今儿睡醒 想起来找着了 就给他送过来了 你什么时候睡醒的 有一个多时辰了 萧锦鱼沉默了一小话 感觉写止住了 就把手绢顺手扔到了一边 用最能让锦鱼心慌的那种腔调 轻轻淡淡的道 你记得今日四时 要同利部会审眼周刺史贪污案吧 锦鱼蹭的跳了起来 正对上萧锦鱼破例赏给他的白眼 赶紧挂上那个 迷倒了京师万千少女少妇老大娘的笑容 弱弱的道 没忘 就是想起来的有点晚 萧锦鱼俯着还在跳着发疼的脑门 语调又大了一层 嗯 就照你刚才说的 一字不改写下来 给御史台梁大人送去吧 别别别 警医听见御史台梁大人这六个字 瞬间不淡定了 上回我爹窜夺着这老爷子 猜了我一道矿工折子 害得我跟着工部到山沟里挖了三月的运河 这都快到年底了 你可救苦救难 鸡鸡得 行行好吧 警医瞄了眼 堆了满满一书 还落了满满一墙角的卷宗 我戴罪立功还不成吗 要不 我帮你整卷宗吧 大理寺九月十月的卷宗 你准备什么时候拿来 警医一阵心虚 没事找事跟他提哪门子的卷宗啊 快了快了 小锦鱼没再就卷宗的问题跟他纠缠 因为跟这个人纠缠这件事 一点意义都没有 明日刑部有个大案要审 无品以上刑部官员都脱不开身 考选武座的事就调你去负责监管了 提起考选武座 警医一下子想起来那个满大街找六扇门的傻丫头 行啊 交给我吧 你笑什么呀 警医向来不耐烦那种一个人坐那半天不动的活 以往要给他这种活 肯定能看到他摆出那张可怜兮兮的脸 勉勉强强的答应 这会儿这人居然在笑 还是快憋出内伤的那种笑 警医把笑的幅度收敛的小了一点 回到刚才在大街上那副好脾气的翩翩公子模样 正儿八经的道 你年初的时候不是让我帮你留一个 身家清白背景简单 胆大伶俐的舞座吗 肖锦鱼俯着向少肿起来的脑门威正 找到了 就在明天考试的那些人里 这个人哪绝对与众不同 肖锦鱼倾簇眉头 若有所思的点头 警医看人的本事从来不会让他失望 甚至可以说 警医吃上这碗公门饭 凭的就是他看人的本事 肖锦鱼不知道在琢磨什么的时候 警医就盯上了他隐隐发白的脸色 摔得很厉害 我明日去刑部监审 得空的话就去见见你说的那个舞座 这句话在肖锦鱼嘴里说出来 就跟竹客令是一个意思 这是这个人多得数不过来的毛病之一 他绝不会当着任何人的面 着手料理自己身体的问题 任何人意味着包括警医 行 我明儿在行不等你 警医起脚走到窗边 正要往外跳 看着已经危暗的天色 突然想起件事了 扭过头来似笑非笑地问萧锦鱼 你有没有想过给你自己起个江湖名号啊 萧锦鱼微正 醋眉 江湖名号 六扇门老大 遇面判官 怎么样 你脑门也装窗户上了吧 从跟警医分开一直到天黑 楚楚一直在做同一件事 找客栈 一定得找个客栈好好睡一觉 考六扇门是大事 得精力充沛 还要找离行不进的客栈 京城太大 一不留神走迷路误了考试就坏了 可问了一圈楚楚才明白 他身上那点钱 还不够看京城这些客栈里的枕头一眼的 眼瞅着天都黑透了 他鼓着勇气 进到家又小又旧 看起来不那么贵的客栈里 跟掌柜一问最便宜的房价 又泄气了 半两银子啊 嫌贵啊 掌柜瞅了一眼他这经典乡下姑娘的打扮 一边继续拨拉算盘 一边不带好气的道 那你去对面那家吧 你这样的小姑娘去他们那住 不但不要钱还给你钱呢 真的 董先生怎么没说过京城还有这种客栈啊 掌柜头也不抬 不信啊 自己过去问啊 谢谢掌柜 掌柜一脸错愕抬起头的时候 初初已经奔出门去了 小丫头 那粉衣上的小丫头 就是你 回来回来 初初站定回头 看那掌柜在柜台后面一个劲的冲他招手 有啥事吗 没事 你身上有多少钱啊 他好歹在这开了快三十年的客栈了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十心眼的小姑娘 真冲到对面妓院去吧 就十七文 就收你十七文了 初初很豪气的一挥手 笑得甜甜的 不麻烦了 对面不要钱 掌柜一脸黑线 你 你就住下吧 反正啊 我这儿今天客人也不多 不收你钱了 初初眨着水灵灵的性眼 对面还给我钱呢 掌柜的脸漆黑一片 你 你你你今晚和明早的饭食啊 我白给你了 为什么呀 你长得有福相啊 到哪儿就能给哪儿转运呢 初初眼睛睁得溜远 掌柜的你真神了 跟我们镇上的沈半仙说的一个字都不差啊 是吧 是呢 可惜我们镇上的那些人都不信 还老说我晦气 害得我都嫁不出去 他们要都比得上你一般有眼光就好了 不敢当 不敢当啊 来福啊 带着姑娘到二楼地字以号房 哎 掌柜 楚楚又眨着眼睛看掌柜 我能住天字假号房吗 啊 我来考试的 图个吉利 呃 呃 成 呃 就天字假号吧 谢谢掌柜 您真是好人啊 楚楚在那个天字假号的小房间里 放下他的花包袱 洗了把脸 饱饱地吃了顿三菜一汤 菜是一大荤 一小荤 一素 汤是白菜豆腐汤 比他一路上吃的任何一顿饭都好 美中不足 就是主食是馒头 不是米饭 他想着 可能掌柜不知道他是南方人 吃不惯馒头 所以睡前就下楼给掌柜提前说好了 早饭他想喝大米粥 配绿豆糕和小菜 然后他在花包袱里掏出了一个本子 钻进暖暖的被窝里 趴着仔仔细细地看 那是董先生讲的 六扇门九大神捕传奇 他听一段就记一段 回家就写下来 得空了还拿去让董先生给他修改 董先生改好了 他再回家仔仔细细腾下来 赞得多了就订成本子 已经订了三大本了 既然是考六扇门的武作 没准要问六扇门的事呢 要是一紧张忘了就惨了 还是再看看的好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床头板凳上的蜡烛 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灭的 反正他再醒来 是来福拍他的房门 给他送早饭的时候 楚楚慌地爬起来 他本打算早起一会儿再看看他 这会儿就只有吃饭的功夫了 还好送来的就是他昨晚要的大米粥 还有绿豆糕和小菜 县太爷夫人说的还真对 这京城的绿豆糕啊 还真是不如他们子竹馅的细腻爽口 大米粥也是 那米就是硬邦邦的 都闻不见什么香味 还有小菜 不应该是酸酸甜甜的吗 哪有这样闲得都能挤出盐栗子来的呀 难怪这掌柜家客人不多呢 楚楚这会儿也顾不那么许多 飞快吃完 匆匆跟掌柜道了谢之后 背着包袱就奔到了两个胡同口外的刑部大门口 天还乌漆抹黑的 楚楚还没上台阶 就看到一个人从里面把刑部的大门打开了 好好睡了一觉 果然脑子比较清醒 楚楚一下子记起来 昨儿在大街上紧一嘱咐她的话 见了刑部的大人得行礼 楚楚登登登的跑上台阶 干脆利索的咚一声 给那人跪下磕了个头 响响亮亮的喊了一声 楚楚给大人磕头 我的个亲娘哎 被她跪拜的这人吓了一跳 连连退了两步 没留神后面的大门槛 光的一声 伴了个四仰八叉 楚楚赶紧爬起来扶她 才看清楚这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 还没穿官服 你不是刑部的大人啊 老头扶着一把差点散架的老骨头 自压咬咬嘴的道 谁说我是什么大人了啊 我是看门的 天黑我没看清楚 没看清楚 你乱叫什么呀 老头见着小姑娘正可怜兮兮的望着她 气也气不起来 你这是要找哪个大人啊 我不找哪个大人 我来考试 考五座的 对 老头揉着腰 皱着眉头 把楚楚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这五座孩 啥时候也要小闺女了呀 要的 景大哥说要的 哪个景大哥呀 景一 日经景 丽女一 景一景大哥 老头一副想起点什么的神情 哦 你叫楚楚吧 对 楚楚动人的楚楚 老头点点头 想起来了 景大人昨晚上跟我说了 你来的可真够早的 连安王也都还没来呢 你在台阶下面等着 一会儿我把官榜贴出来 上面说去哪间屋 你就去哪间屋 上面说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知道了 知道了 老头捂着生疼的腰 揣着还碰碰乱跳的心脏 往里走 走到门房前 刚抬起一脚 还没迈进去 突然听见楚楚 比刚才还清亮的一嗓子 皇上万岁 接着就有叫碾着地 马蹄停落的声音 第三集 今儿刑部要审的这案子 据说牵扯皇室宗亲 安王爷都要亲自出面 皇上临时要来监审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这小姑娘能得锦衣安排 可能也是个见过世面的 老头来不及细想 把腿就搬出去 一着急 迈过大门槛的时候 又搬了一跤 来不及爬起来 就直接跪在地上 也跟着声如红中的 喊了一嗓子 皇上万岁 万万岁 跪了半晌 没听见人声 老头大着胆子 抬起点头来 往台阶下面瞄了一眼 差点当场背过去 楚楚一本正经 像模像样的 埋头跪在道中间 对面落的 明明是安王爷的轿子 安王府的两员大将 正跨在马上 晴着灯楼 抬着头 一脸黑线地瞅着他 这张老脸 今儿就这么丢得 一点儿不剩了 老头赶紧爬起来 一瘸一拐走下台阶 黑着脸 把楚楚一把揪了起来 冲着轿子连声道 野丫头不懂事 王爷赎罪 王爷赎罪啊 轿子里的人一点儿动静也没出 抬轿子的直接把轿子 抬上了台阶 抬进行部大门 俩起码的 打马往后门绕去了 这些人都在眼前消失了 老头还在魂飞魄散中 楚楚一句话 就把他的魂全扯回来了 那不是皇上啊 你打哪儿看出来 那个是皇上啊 金顶小轿连花灯 高头大马便驾行 董先生就是这么说的 你不也喊皇上万岁了吗 还喊得万岁万万岁呢 姑奶奶 你可闭嘴吧 吴江进门的时候 萧锦鱼正坐在屋里 捧着那杯刚冲进去热水 叶子还没全展开的茶 等着刑部疏离 把待会开审的那件案子的相关文书 一样要理好拿过来 昨天锦鱼走了之后 他又在三思阁忙了一个通宵 没来得及处理脸上的伤 所以他这张素来喜怒不形于色的脸 今儿看起来格外热闹 别人什么反应吴江不知道 反正他这会儿是快憋出内伤了 王爷 问清楚了 那姑娘叫楚楚 今年时期 是从苏州紫竹县 储水镇来考五座的 萧锦鱼倾诉眉头 就招两个五座补缺 怎么官榜都发到苏州去了 吴江摇头 那倒没有 听说经理硬考的有十六七人 经交来的有近十人 外地的就他一个 听说 乌江稍稍稍犹犹豫了一下 听说这姑娘啊 是景大人吩咐过的 萧锦鱼没稍微挑 景义 乌江点头 从身上挑出几页纸 恭恭敬敬 乘给萧锦鱼 这是他刚才在门房 填的硬考单子 请王爷过目 萧锦鱼放下茶杯 接过来信手翻着 那么莽撞个丫头骗子 自到是写得干净秀气 目光落在一行字上 萧锦鱼又促起了眉头 你对苏州熟悉 可听说紫竹县 有户处性的官宦世家 乌江又摇头 紫竹县是个偏僻小县 一户称得上官宦世家的 也没有 倒是这些年来 报上来的罪案不少 萧锦鱼轻轻点头 把单子递回给乌江 已经开考了吧 这会儿啊 正在西宴师房考检验呢 文书送来 就让他们搁在桌上 乌江玄琴锁起了眉头 王爷 叶先生再三嘱托 您绝不能 萧锦鱼淡淡的 截住乌江的话 我知道 那边人员混杂 卑职啊 陪您过去吧 不必 我就找景大人谈几句 景大人 这会儿不在厌尸房 我知道 楚楚觉得 六扇门就是六扇门 考个五座 都比别的地方麻烦得很 进个门 就要填那么老长的一份单子 他本来是来得最早 最先填完的 但他刚把单子填完的时候 有个五十来岁的老大爷 拿着纸笔凑过来 说十字不多 求他帮忙给田田 楚楚打小愿意帮人 可极少有人愿意找他帮忙 老大爷这么一说 他就干干脆脆的硬下了 老大爷叫田七 京交人 这大半辈子 在好多衙门都当过武座 参与审断过好多大案 他爹他哥验过的尸体 加一框 恐怕还赶不上人家的一个灵头 楚楚一边替他往纸上写 一边羡慕得两眼直发光 一口一个七叔地喊他 等楚楚帮田七填完硬烤单子 一边听他零零碎碎念叨这京城的事 一边感到西宴失房的时候 墙根底下已经站了一排人了 行不舒立正在满院子的喊 一号楚楚 来了来了 舒立看见应声的是个半大小姑娘 狠狠愣了一下 你是楚楚 楚楚把捏在手里的那个 写着一的木牌牌 往舒立面前移地 对 楚楚动人的楚楚 楚楚一进门 就看见屋里正当中的地上 摆着具用后部裹得严严实实的尸体 尸体旁边站着个老五座 老五座见进来的是个小姑娘 狠狠愣了一下之后 跟舒立默默对视了一眼 倒不是他俩瞧不起这小姑娘 只是选来的这具尸体 他俩还没对视完 楚楚已经蹲下身子 打开那个小花包袱 展开了个插满各种奇形怪状工具的袋子 老五座和舒立的注意力 刚被那些工具吸引过去 楚楚戴上副白手套 刷一下子 就把尸体上的布箱了 年轻舒立手忙脚乱地抓了块姜片 要往嘴里塞 还没来得及塞进去 转身就挖得吐了一地 老五座脸色沉了沉 这具尸体是刑部几个老五座 在停尸房的诸多无名尸体里精心挑选的 为保公正 舒立一早到刑部 才见到这具尸体的尸单 谁也没法紧在恶臭俩字里 想象出这么个味儿来啊 再说了 他在刑部当舒立快一年了 就没见过哪个五座验尸 不先点把造脚仓竹的 你不点草药不熏香也就算了 好歹先支一声啊 他还没把早点吐干净 楚楚的声音已经平平稳稳 清清楚楚地传过来了 死者难 年三十有余 诗声溃烂 诗臭中会有微量射香 生前用内服过寒射香的药 舒立忙拿手绢抹了几下嘴 把楚楚这话记下来 哪儿来的什么香味儿 还射香 皮肤头发开始剥落 两唇外翻 两眼突出 有少量驱虫出入 要是死了快三个月了 舒立觉得胃里又翻了一下 说完这句 楚楚的眼神 直接落到了这具男士的下身上 老五座眼睁睁看着这个半大小姑娘 伸手就捏了上去 还淡然自若的上上下下揉捏了好几个来回 看得他下巴都要沉得入地三尺了 下巴还没收回来 就见楚楚小嘴一撇 清亮干脆的倒 滥虫这样还硬举着呢 都不知道他死前吃了多少房药 做过死的 这回舒立也扭过头来 瞪大了眼睛瞅着他 连胃里的抽搐都静止了 就连京城那个剑天死人队里打滚 说话泼泼辣辣的女捕头 也不见得下得了这个手 说得出这个话呀 看着两人的神情 楚楚心下一疾 抬手就在那个布袋里 抄起把小刀子模样的东西 我保证没错 你们要不信 我可以把这地方剖开 验给你们看 一听他要剖诗 还要剖男人的那个地方 老五座脖梗子一阵发烫 赶紧干咳了两声道 错是没错 只是这尸身上明显有好几处外伤 你怎么一下就验到那儿去了 几个老五座检查这具尸体的时候 都是正面快验完 才瞅到那个地方去的 这丫头骗子 楚楚是想不通 这有什么好问的 但他觉得 这既然是六扇门的考试 没准是人家故意考他的呢 那些一看就知道是皮外伤 都不在药害上 厉害的那几下子 还都是死后加上去的 倒是那股子射香了 这么个身强体壮的大男人 还能用什么加了 那么些射香的药啊 都这么久了还散不尽呢 老五座莫叹 他们验尸前 都是要点造脚苍竹去尸臭的 味太大的时候 就是多少年的老五座 也得含片姜葱 验这具尸体的时候 因为实在味大 还点了熏香 起下了一脚盒 倒是谁也没闻见 这尸臭里还有射香味 老五座一时没说话 楚楚以为刚才说的那些还不够 又补到 这些个有钱人家 就爱造他好东西 好端端的 老五座赶紧用几声干咳 把他的话截住了 匹首在还傻愣着的书立手中 把那个写着一字的木牌牌 拿了过来 成了成了 你从这后面出去 到隔壁那个偏庭 考验商去吧 赵丽肯定是要把尸身上 所有的商 都抱上一遍全记下的 但看着他那一袋子家伙事 这要坚持让他咽下去 还不知道能搞成啥模样呢 谢谢二位大人 楚楚掀起那后部 仔细把尸体重新盖好 然后麻粒的 把布包手套都收起来 结果他的木牌牌 背起花包袱 跑到咽尸房后门口 拿瓢在门边木桶里 咬了一瓢醋 往门槛外面摆着的 探火盆里一浇 趁着烟气蒸腾的荡 跨过去 又跨过来 又跨过去 然后蹦蹦跳跳跑走了 看着他蒸醋除味的仔细劲 屋里的两人一阵面面相去 还真以为这小姑娘就喜欢那味呢 楚楚觉得六扇门的考试也没有那么难嘛 不过就是考的花样多点 不但要考怎么验死人的诗 还要考怎么验活人的伤 看样子这要进了六扇门 往后还真够忙呢 楚楚这么想着 抬脚就要迈进偏厅的门了 可余光扫见走廊一头来了个人 他又把脚收回来了 见着刑部的大人要行礼 他算是记牢了景仪这句话了 楚楚扭头看过去才发现 过来的这人根本没穿官服 不但没穿官服 还是坐在轮椅上的 不但坐在轮椅上 还带着一头一脸的伤 楚楚正了一正 刑部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啊 脑官突然灵光一闪 楚楚眼睛一亮 灯灯灯的就冲过去了 轮椅里的人显然是被他惊了一下 手下一按就把轮椅停住了 楚楚脚都没落稳 就甜甜一笑 轻轻脆脆的道 你就是那个活尸体吧 萧锦鱼在楚楚那双水灵灵的性眼里 清楚的看到自己瞬间愣成了什么样子 他多少年后都依然坚信 可这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人 能当着他的面 用这样的表情 这样的口气 如此亲切的称他为活 尸体 萧锦鱼还愣着 楚楚已经毫不客气的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遍 最后目光落在萧锦鱼的腿上 他们可真会挑人 你一看就像受了可多伤了 被他直直盯着那双腿 萧锦鱼这才回过神来 你 楚楚抢到 我叫楚楚 楚楚动人的楚楚 来考武做的 就是待会进去给你验伤的 说着 一步就窜到萧锦鱼的轮椅后面 看你瘦瘦弱弱的还给人伤成这样 我推你进去好了 不必 楚楚推起来就走 哎呀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第四集 楚楚推着萧锦鱼进去的时候 景亦正和监考书丽坐在屋里悠哉悠哉的喝茶 他知道萧锦鱼是不会进验尸房的 所以他干脆一大早 就直接到这第二考场的屋子里等他 他也知道楚楚排到了一号 第一个在这个屋子里出现的肯定是他 但拿刀抵着他的脖子他也想不到 这两人会以这样的组合方式进来 所以刚一抬眼看见这两人的时候 一口茶就饱满的喷了出来 书丽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手里那杯茶泼了自己一身 茶杯光的一声就掉在了地上 安王爷这脸 这脸色 楚楚完全没意识到 这两人的反应说明了什么 一眼认出景亦 就奔上前去欢天喜地地叫 请大哥 你也在这儿 刚才跟七叔说这是六扇门的考试 七叔不信 还跟他说六扇门是没影的事 害他还真担心了好一阵子 现在六扇门的人就在这儿当考官 看七叔还有什么好说的 是 是 是啊 书丽满手心的冷汗 正要对萧锦鱼跪拜 萧锦鱼一个眼神递过来 轻摇了下头 书丽到底是在京城关场混的 立马会议 吞了口唾沫 壮了壮胆 拼命稳住声音对楚楚道 你是一号 一号楚楚 楚楚赶忙把那个木牌牌定上去 对 这场是考验商 你 你可准备好了 楚楚笑容满满的看了眼萧锦鱼 准备好了 好 好 书丽刚要扬声叫人 把原定在一刻钟后 才会出现在这屋里的伤者带过来 结果嘴刚张开 就卡在了那儿 他跟锦衣两人 眼睁睁地看着楚楚 两步走到萧锦鱼跟前 小手一伸 捧起萧锦鱼的脸就看了起来 突然就这么被他捧住了脸 萧锦鱼往后撤轮椅 已经来不及了 惊得把头直往后面椅背上靠 楚楚却一点没有松手的意思 还轻声细语地给他来了一句 你别怕 我不会弄疼你的 这已经还没过去 楚楚的脸又凑了过来 小鼻子贴近了萧锦鱼额头上的伤口 嗅了几下 又贴近他鼻梁的伤嗅了几下 楚楚的额头 几乎要撞在他的额头上了 刘海就在他眼前刷过来刷过去 温热的气息 清清楚楚地直往他脸上扑 萧锦鱼不得不摒起了呼吸 一动也不敢动 自己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脸 正呈现出一种史无前例的红色 楚楚终于看够了 闻够了 把小脑袋移开的时候 萧锦鱼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他有强烈的预感 楚楚要是再这么多停一会儿 他肯定要当场昏过去了 景义的眼还瞪着 树立的嘴还张着 萧锦鱼的脸还红着 楚楚已经开始用他清清亮亮的嗓音 说正事了 伤口还没有用过药 看样子应该就是一天之内的事 头上的伤和鼻梁的伤 都是被硬物迅速撞击造成的 不过头上的伤除血玉外 还有均匀轻微的擦破伤 应该是被打磨不惊细的硬物撞的 鼻梁上的伤很光洁 但血玉更深 应该是被一种更重 更平整 更光滑的硬物撞的 他这几句话说完 这三个人才缓过了劲 各自迅速把活收了回来 还是景义先开了口 声音隐隐带着点飘 那结论呢 轮到楚楚一愣了 结论 就是你推断这凶器到底是什么 可能是什么人干的 楚楚连连摇头摆手 一本正经的道 检验就是检验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这推断的事不是我做分内的 我不能乱说 景义向萧锦鱼看了一眼 那人脸上的红色还没有引下去 但那神情说明 楚楚这话在他心中的认可度 至少达到了七成 就知道这回肯定找对人了 心下一轻松 作为这两道伤的始作俑者 景义勾起嘴角道 没事 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这个不算在考试里 我就是想听听 你说错了也无妨 楚楚扭头又看向萧锦鱼 萧锦鱼直觉的脊背发紧 好在楚楚没再动手 目光就在那两道伤上晃荡了一阵 突然小手一拍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脑袋被门挤了 鼻梁被捋踢了 萧锦鱼的脸阴了一下 景义的脸一片漆黑 你才是驴 你全家都是驴 树立盈盈有种很不祥的预感 正要开口把楚楚打发走 就见楚楚一转身 重新面对起萧锦鱼来 我得摸摸你的脉 景义收住了咳嗽 慌忙把目光投向了萧锦鱼 认得萧锦鱼的人都知道 这是萧锦鱼的一大忌讳 如今天底下敢跟萧锦鱼提摸麦这两次的活人 恐怕就只有他府上的那个叶先生啊 他要真突然对这小丫头发起那样的脾气 好在萧锦鱼尚未在楚楚刚才的一系列惊魂举动中 彻底缓过劲来 就只睁了一下 皱起眉头 冷冷看了他一眼 硬生生的回了一句 不行 景义暗暗输了口气 可楚楚完全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 那我得摸摸你的腿 景义无声的把刚输出来的那口气 又倒吸了回去 这回连他都不知道萧锦鱼会有什么反应了 反正这话 他是从来没听见有人对萧锦鱼说过 事实上 这话确实是萧锦鱼头一回听见 萧锦鱼看向楚楚的目光疏然一力 却没成想 这丫头骗子居然迎着他的目光 狠狠回到了他一眼 萧锦鱼一正之下 脑子一片空白 再回过神来 已经没脾气可发了 只得又冷冷回了句 不行 楚楚是真要生这个人的气了 看他这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黑的 肯定不止头上这一点伤 可这人不让摸脉又不让摸腿 还要那种眼神瞪他 哪有他这样当活尸体的 这场要是烤坏了 全都得怨他 但看着这人坐在轮椅上 轻轻瘦瘦 还带着伤的样子 楚楚又觉得 宠他发火于心不忍 抿了抿小嘴 决定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不碰你也行 你就把衣装都脱了 让我看看吧 姜一瞧在萧锦鱼张嘴出声之前赶紧到 好了 楚楚 这里没事了 你可以去后面考对答了 楚楚一脸不死心的 看着脸色一片阴沉的小锦鱼 可我还没验完呢 这是考试 不用验完 我是考官 听我的 听话 赶紧 快点 那边要迟了 警义几乎都要吼出来了 楚楚倒是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 拿过他的木牌牌之后 望着楚在一边 已经彻底吓傻了的说力道 大人 你不是该把我说的那些都记下来吗 你怎么都没拿笔啊 我 我 我记性好 记 记脑子里了 你走了再写 走了再写 好 你可别忘了啊 忘不了 忘不了 他死都忘不了了 简大哥再见 再见 再见啊 楚楚蹦蹦跳跳跑出去之后 锦鱼那颗在嗓子眼里悬了半嗓的小心脏也就收回到肚子里了 小锦鱼不是那种事后算账的人 当场不发脾气 意味着这事也就就此作罢了 小锦鱼脸色缓和了些 趁书里去一边搜索枯肠 寻找合适的词句记录途处方才壮举的时候 低声对锦鱼道 你说的 是他 锦鱼凑近了些 我就说他绝对与众不同吧 小锦鱼已经清冷静定的 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浅浅促起眉头 我说过 是要找个身家清白 背景简单的 锦鱼哭笑不得 他这都简单的浑然天成了 你还想简单成什么样 应考单子上 他是官宦史家出身 就一一愣 在大街上碰见他那会儿 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就是那些脚狭油滑 老谋深算的青官撒个谎 他都能一眼看得出来 照理 这小姑娘要是跟他扯谎 他不可能看不出来 可这硬考单子 也不是能信口糊涂的 静一阵琢磨着 这差错出在哪儿 从门外进来个书吏 对着小锦鱼一败道 王爷 尚书大人说时辰差不多了 请您前去监审 跟尚书大人说 我身体稍有不适 不便前去 请吴将军代为监审吧 是 本来行赴衙门里的路 一点也不难走 一厅一堂都是坐北朝南 排得方正整齐 不歪不斜的 从哪儿到哪儿 最多拐不了三个弯就能到 可这会儿偏偏赶上 有什么大案开审了 一连几条路都有人拦着 不让过 明明出了偏听拐个弯 一会儿就到的地方 楚楚愣是绕了大半个 刑部衙门才赶到门口 以为自己肯定是迟了 楚楚就一口气 直接冲进了闹屋里 光地把木牌牌拍在了考官老树立面前的桌案上 楚楚 一号楚楚 哎哟 这冒失丫头 不着慌 不着慌 老树立被他这一下子 差点拍得心脏病发作 一边抚着自己胸口 一边不急不慢地拿过楚楚那牌子 凑近了仔细看了看 才点点头 一边铺纸研磨一边念叨 是啦 是啦 你这来的可也忒早了 别害怕 别着急 那些个跟死人打交道的事啊 前面那俩屋里都算考完了 咱们在这儿呢 就说说几个小事 说完啊 你就算全考完了 知道了吧 等老树立一句三段地把话说完 楚楚气儿也喘过来了 清爽地应了一声 知道了 哎 好 好 老树立一边点头续道 一边默默深呼吸 要不是这会儿 正躲在屏风后面的那两位爷 下了特别吩咐 就冲刚才那一拍 他也非得清脆利索的 跟迅孙子似的吼他鸡嗓子 才能顺过气儿来 那俩爷不但吩咐了 让他对这小姑娘和气耐心 还把先前准备好的厌尸律法对答 换成了几个八杆子打不着的问题 所幸他在刑部当了二十几年的疏力 也没长别的本事 就一点磨练的最好 听话 所以老树立淡定的把头 埋在楚楚先前田的那份硬烤单子里 慈祥的像邻家老大爷似的问道 小姑娘 你是祥兴二年生人啊 祥兴二年争月初九 楚楚一时想不出 这生辰和当武座能有啥关系 忽然想到许是经理规矩多 挑武座还要图几一粒算八字的 就赶紧补了一句 我爹说正月里生的女孩有福 是娘娘娘 哎呦 说的是啊 老树立一边慢悠悠的往一旁纸上写着 一边满心默默冒黑线 这种话要都应验了 那立朝皇上王爷的 不都得是在床上累死的呀 家里几口人呢 我爷爷奶奶 我爹还有我哥 你在单子上写的 你的出身是官宦世家 书香门第 世代中良 楚楚腰板一挺 下巴一扬 正是 老树立抬眼看着他这一副 清汤挂面的打扮 默默撵胡子 那令尊县于何处为官 官拜何之啊 我家世代都是当武座的 我爷爷的爷爷就在衙门里当武座了 我爹现在是紫竹县衙门里的当家武座 给县里办过可多难案了 看着老树立愣在那儿 楚楚忙到 您知道紫竹县吧 就是苏政的那个紫竹县 郑县令的那个紫竹县 知道 知道 这个怎么不知道啊 郑县令吗 待这个此生 头一回听说的地名 从脑子里飘走 老树立不动声色的道 可是 姑娘啊 你这世代武座 怎么就是官宦世家了呀 楚楚眨着眼睛 一脸茫然的看着老树立 在官府做事 不就是官吗 这么个官宦世家呀 第五集 老树立松开 差点被他撵断的胡子 咳嗽了两声 便往纸上写便道 是 是 那你再说说 这书乡门第 是怎么个结法啊 我们家里讲行医 讲验师的书可多了 就是看书最快的秀才 连着看撒月都看不完 我们县里所有讲验师的书 我都读过 我还知道怎么写诗丹 好个书香门第呀 老树立摇头苦笑 没话找话往下说 这填写诗丹是刑房书立干的 可不是武座的差事啊 我知道 可诗丹也是要武座画押的 我爹说 至少得能看得懂才行 不然被那些刑房书立 坑了都不知道 老树立默默抬头 瞅了楚楚一眼 这小姑娘是真不知道 坐在她面前的 就是个刑房书立吗 这个 世代忠良 老树立咳了两嗓子 你还是说说 你对三法司知道多少吧 楚楚一愣 三法司 他隐约记得 刚才去西宴师房路上 他跟七叔讲六扇门 七叔就跟他念叨 什么三法司来着 他觉得他俩说的 完全是两码子事儿 也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厅 没往心里去多少 自然也就没问 这三法司是个什么 看楚楚愣着 老树立提醒道 三法司不知道啊 就是刑部 大理寺 玉石台 这仨地方是干什么的 知道吧 楚楚一脸茫然的摇头 这仨地方倒是都听说过 都是京城里跟判案有关的地方 可到底哪个是干嘛的 他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可这会儿要是什么都不说 这个题不就算是没答出来吗 上场验伤已经让那个坐轮椅的脚和坏了 这场可不能再考察了 就是硬说 也得说出点啥来才行 楚楚一急 突然想起隐约间记下的七叔的几句话 忙道 不过 我知道三法司的老大 三法司的老大是王爷 我今天早晨在刑部外面 还给他磕头来着 老树立眉毛一条 你认得安王爷 对对对 就是安王爷 老树立有心无意的往侧面屏风望了一眼 那你说说吧 知道安王爷什么呀 楚楚一边竭力搜罗着七叔那会儿模模糊糊的念叨 一边往外道 安王爷是当今皇上的七皇叔 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 到底是听说来的心里没底儿 楚楚一见老树立皱了眉头 心里一下子就慌了 急得小脸发红 我还知道王爷的名字 名和字都知道 老树立一见楚楚急了 忙跟哄孙子一样哄道 好好 不急不急啊 你慢慢说 慢慢说 楚楚定了定神 舔了下嘴唇 他记得七叔就是这么说的 肯定没错 突然一想 刚才那两句说的都是那个王爷不好 怪不得老树立要不高兴了 楚楚赶紧补救 我觉得王爷的名字可有意思了 一点也不像脾气不好的人 皇家姓萧 安王爷排锦字呗 名鱼 这到二十六年出生 是个卯年 古言里又有句锦鱼 美玉也的话 就得了卯玉的字 他知道这些也得有十年了 怎么就没看出来 安王爷这中规中矩的名和字 哪有意思了 王爷名叫小金鱼 字毛驴 您说有意思不 老树立手一抖 在那张写了大半叶字的纸上 划出了一条粗粗的黑线 楚楚意犹未尽 王爷肯定可喜欢小动物了 要么怎么叫这么个名呢 我爷爷说了 喜欢小动物的人都心上 脾气肯定都不差 老树立正一身冷汗的时候 突然听到三声扣向屏风的动静 这是那两位爷跟他说好的 就此打住的信号 老树立瞬间如释重负 那三声扣得急还不轻 楚楚也听见了点动静 扭头看向屏风 那是什么动静啊 毛驴 不是 风 风刮的 老树立一阵手忙脚乱 好了好了好了 我问完了 完了完了 你你你先回去吧 明儿五十三刻 在刑部门口问展 不是 看榜 看榜 明天才出榜啊 对对对对 明儿 明儿才出榜呢 你先回吧 后边还有人要考试呢 走吧走吧 楚楚暗自庆幸 还好昨晚留了个心眼 没先去住掌柜说的那个 不花钱还给钱的客栈 这不今天晚上就要用上了吗 谢谢大人 不敢不敢 不是 不谢 不谢 等楚楚蹦蹦跳跳的脚步声听不见了 景玉才跟萧锦鱼从屏风后出来 老淑丽慌得就跪到萧锦鱼面前 连称该死 景玉笑着拉起老淑丽 你别急啊 我死完了才轮得着你 你等着也是等着 到西验尸房 把这个丫头刚才验尸的记录拿过来吧 没准啊 回来就轮到你了 老淑丽也顾不得琢磨 景玉这话里有几分真假 磕了个头 就忙不迭地跑出去了 屋里就剩下他俩人的时候 景玉抱手 看着一脸沉静的萧锦鱼 怎么样 收了他吧 在萧锦鱼那张常年波澜不惊的脸上 也就他能分辨得出来 萧锦鱼是在窝火 还是在沉思 他这话说出来之前 萧锦鱼是在沉思 之后就是火大了 萧锦鱼眉心移簇 冷然致给景玉一句话 说过多少回 不许往我身上吹女人的事 这不但是萧锦鱼排名前十的禁忌 也是据景玉所知 萧锦鱼那个貌似无懈可击的脑子里 为数不多的硬伤 谁跟你吹女人的事了 我这不是在说武作呢吗 你自己琢磨什么呢 萧锦鱼隐约觉得脸上刚才被褚褚抚过的地方在微微发烫 景玉轻勾嘴角 你脸红什么呀 热 景玉笑得意味深长 哪热呀 都热 景玉憋不住笑抽了 萧锦鱼这才意识到 自己是怎么被他带沟里去的 一眼瞪过去 还没来得及张嘴 老叔立即是拿着两张纸 气喘吁吁的跑进来了 景玉带着那个笑得下巴就快脱臼的笑容 迎上去接过老叔里手里的诗单 煞有介事的翻看 来来来 看看咱们这官宦世家 书香门第的世代忠良的楚丫头 都验出了些什么来了 景玉对验尸的了解 远不及对京城几大名楼美人的了解多 他抢过这诗单来 不过就是装模作样扫意 准备抓点词 再逗逗萧锦鱼罢了 但就是这么装模作样的一扫 偏偏一下子就扫到了最要命的几句 景玉脸上的笑瞬间僵住 急忙看向萧锦鱼 这人刚才还红得跟颗大樱桃似的脸 现在已是百里隐隐犯青了 你 景玉刚出声 迎上萧锦鱼带着警示意味的目光 忙定住星神转了口 你先忙你的去吧 有事我让人带话给你 萧锦鱼只轻点了下头 推着轮椅出了门 老书里对他跪拜相送 他也没做出任何回应 萧锦鱼虽然总是冷着脸 却极少失礼于人 景大人 安王爷这是 景玉没答 脸色鲜有的凝重 往书岸上看了一眼 你把刚才记的那些疼一份给我 就 就按那姑娘说的写 一字不改 你应该知道安王爷的记性吧 是 是 从行不出来的时候还早得很 楚楚就在京城大街上闲溜达磨功夫 考试考完了 可他觉得这会儿比考前还难熬 他倒是不觉得自己有啥地方达得不好 可一连三场 好像每一场都是没达完就让他出去了 记得考前 七叔还说来着 要是达到半截就让出去了 要么是达得太好了 不用多考 要么就是达得太烂了 人家听着就嫌浪费功夫 都不愿往下听了 楚楚可不信自己从小到大的技术 能烂到那个程度 可照人家说的 京官都是见过大世面的 他更不信自己那点本事 在这些京官眼里能好到那个份上 越是回想那几个考官的脸色 楚楚心里就越是打鼓 这回要考不上 那就得另想法子进六扇门了 可要是真考不上 不就说明自己那点本事 进六扇门根本不够格吗 哪还能有什么别的法子 要是进不了六扇门 请问 楚楚那已经走到十万八千里外的神 突然被一个不大不小的动静喊了回来 惊讶间站住脚 发现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 跟了个牵着马的高个大男人 还直直地盯着他的小花包袱 楚楚立马一步跳侃 把包袱拉到身前死死捂在怀里 瞪大了眼睛盯着这人 你干嘛 姑娘别怕 在下不是待人 只想问姑娘一句 可是紫竹县楚水镇来的楚楚姑娘 楚楚一愣 她确实做梦都想扬明京城来着 可也不至于才来了一天 就有人能在大街上把她认出来吧 仔细盯着这张英气十足的脸 看了一阵 楚楚突然想起来 这张脸是在哪见过了 你是今天早晨在王爷轿子前 骑马打斗了的那个 靠左边的那个 吴江嘴角抽了一下 这小姑娘记性倒是好得很 正是在下 楚楚这才放松了下来 重新背好包袱 看看一脸千功的吴江 又看看吴江牵在手里的高头大马 皱着眉头道 你不给王爷打灯漏去 找我干什么呀 吴江还没来得及出声 楚楚突然一巴掌 拍在自己的脑门上 哎呀 瞧我笨的 吴江正等着她灵光一闪 一语道破 自己是找她干嘛的 就听楚楚发现天机一样叫道 是大白天的打什么灯了吗 是是 难怪景一要她一上来 就一口气把事说完 吴江好好缓了口气 猜到 楚姑娘 在下吴江 受景一景大人之托 为你在京里寻个落脚的地方 见楚楚半信半疑的瞅着她 吴江把腰间的配刀取了下来 递到她眼前 楚楚姑娘想必还记得这把刀 他当然记得 就是昨遇上景一的时候 他手里拿的那把刀嘛 楚楚眼睛一亮 你是神捕大哥 不敢当啊 不敢当啊 景大哥说你是的 那 那就算是吧 楚楚激动的都要找不着北了 我还是同一回见着活的神捕呢 吴江头皮隐隐发麻 你是武座吗 楚楚好奇的把吴江从头打量到脚 神捕大哥 你说你叫 吴江 万寿吴江的吴江 吴江差点给他跪下 不不不 口天吴 江和海湖的江 在董先生讲的六扇门九大神捕传奇里 神捕们是只称名号 不露姓名的 楚楚一边想着那九大神捕各自的名号特点 一边仔仔细细 来来回回的看着吴江 最后目光落在吴江的那把大刀上 我知道了 你是追魂刀 吴江一愣 我是什么玩意儿 六扇门排兵第五的神捕 追魂刀 吴江额头微微发黑 怪不得锦衣再三嘱咐 要是听见什么六扇门之类的东西 就全当他是在说书了 这哪是当他在说书啊 他这明明就是在说书啊 第六集 吴江正愁这话不知道怎么答 就见楚楚眨着水灵灵的眼睛望着他 锦大哥说 我这回要是考上了 你就会让我当妹妹 锦衣说了 他说啥就应啥 即使如此 你就喊我一声大哥吧 神捕当前 楚楚反应的倒是一点也不慢 那我就是考上了 这个他可不敢随便应 吴江一笑 收好刀纵身上马 把手伸给楚楚 现在肯跟我走了吗 哎 吴江在听着楚楚念叨了足足一刻中六扇门神捕之后 凭着身后的那家修为 稳稳当当的把马勒在了一户大宅院的侧墙小门口 楚楚觉得眼前这宅院一点也不像六扇门 倒像是货富贵人家 大哥 这是哪儿呀 吴江翻身下马 转身把楚楚也接了下来 安王府 突然想起刚才在考场里受安王爷的那两句不好 楚楚心里一慌 连往后退了两步 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啊 吴江以为是王府大宅的气势把他吓着了 忙到 你别怕 这王府呢就是地方大点 里面一个坏人都没有 我就住在这儿 往后啊 你也住在这儿了 可是 神捕怎么会住在安王府里呢 吴江算是对神捕这俩字彻底麻木了 吴江是王爷的侍卫 吴江话音还没落 从小门里迎出来个五十多岁面容和善的老大爷 吴江立马跟剑招救星似的 把马撂在一边 拉着楚楚一步上前道 赵管家 这是楚楚姑娘 我刚认的妹子 吴江话还没说完 赵管家就摆了摆手 不急不慢的道 景大人吩咐过一遍了 都收拾好了 就在你那院子的客房 跟你那屋紧挨着的内建 我这就带他过去 看还有什么需要的 我再让人给他填 吴江忙把楚楚往赵管家面前移送 楚楚 这是王府的赵管家 你一切听他的安排 别在王府里乱跑 知道了 吴江向赵管家一抱拳 麻烦赵管家照应了 我手上还有事没办完 先行一步 好好 放心 赵管家的音还拖着 吴江已经连人带马跑没影了 赵管家给楚楚安排的 是间宽敞亮灯的南屋 屋里各样东西一应俱全 甚至还以景义的吩咐 给他备了一厨子换洗衣服 一抽屉腌制水粉 明知道这小丫头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 赵管家还是客客气气的问他 看着还缺点什么 楚楚连连摆手 不不 什么都不缺了 这都赶上我们镇上 周园外家小姐的闺房了 赵管家还是很和气的笑着 满意就好 要是还有什么需要的 就直接跟下面的人说 不用客气 谢谢管家大人 不屑 不屑 见赵管家转身要出去 楚楚赶忙救助了他 管家大人 我能跟您问个事吗 赵管家转回身来 看着这小姑娘一副油油油油的模样 有什么事就说吧 楚楚把包袱割下 向赵管家凑近了几步 盯着他的一脸褶子道 管家大人 您在安王府好些年了吧 赵管家 赵管家心里历时提起些戒备 这种话每年他都会被问个百十来回 每一回问这话的人心里琢磨的都没什么好事 尽管如此 他还是保持着一脸和气 可真是有些年头了 这安王府建了有多少年头 我就在这多少年头了 楚楚四下张望了一番 确定屋里没别人 外面也没有偷听的了 才凑到赵管家耳朵边上敲声道 那您肯定知道 安王爷 他其实就是六扇门的老大吧 赵管家一愣 以为是自己意紧张听错了 啊 六扇门 对 他打刚才就在想 这个安王爷要不是六扇门的老大 他那神捕大哥怎么会给他当侍卫 还住在他家里啊 见赵管家还愣着 愁愁忙道 我知道六扇门的 六扇门就在京城 六扇门的模样我也知道 坐北朝南 门开三间 共安六扇黑七大门 门前正十十两座 门下站拆关二人 门上一方乌目大扁 上书流金大字 六扇门 楚楚说到一半的时候 赵管家就在连连摆手 楚楚说完最后一句 赵管家都要跳起来了 胡子一翘一翘的 一直慢慢悠悠 和和气气的动静都变了 哎哟 楚丫头啊 你可别再提你这六扇门了啊 那都是外面跑江湖说书的 瞎编胡燥的 没影的事 看你这么个灵透的姑娘 怎么还把那说书的话当真了呀 楚楚比他还急 急得直跳脚 真有六扇门 我刚才就在刑部考六扇门的武作呢 赵管家看着这急得都快哭出来的小姑娘 直摇头叹气 耐住性子道 是有六扇门这么一说 可什么叫六扇门啊 世人嘴里那个六扇门 说的就是京城里的三法司衙门 三法司知道吧 就是刑部 大理寺和御史台 你刚从刑部回来 想必是瞧见刑部正门口 那三间六扇七黑打门了吧 大理寺 御史台 大门都是这模样 这就是六扇门 赵管家板了板脸孔 又道 你考的那个 就是京城三法司的武作 你要非说是六扇门的 倒也没错 可咱们王爷 最容不得人家对衙门的事下编排 你可别在他面前胡扯 惹他生气呀 楚楚一点也不相信 请大哥说 他就是在六扇门里换饭吃的 是六扇门里的文官 你知道 你那景大哥是谁吗 那是当朝一品 首辅大人家的小公子 大理寺少卿景大人 他跟你那么说 是跟你谦虚客气呢 经理 在这三法司公子的年轻人 都爱这么打趣 可谁都不会在咱们王爷面前这么说 还有大哥 大哥就是六扇门里排行第五的神 不追换他 赵管家都快哭出来了 在京城里混到这把年纪了 就没遇上过一个这么死心眼的 我的小姑奶奶 你那大哥可是朝廷堂堂正三品辅国将军 安王府的侍卫长 哪来这么个神神叨叨的名号啊 楚楚这回是真的挖一声哭出来了 你骗人 你们都骗人 就是有六扇门 就是有 就是有 赵管家一阵头晕脑胀 这要换做别的什么事 楚楚这么一哭一闹 他肯定会说几句软话哄哄他了 偏偏就是这件事 没法顺着他 可这小姑娘明显是个用寻常法子 讲不通道理的主 赵管家努力板起脸来 你要再敢提六扇门 小心王爷把你拉出去打板子 打得你屁股开花 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 楚楚立马不知声了 咬着嘴唇擦着眼泪 满脸委屈的看着他 赵管家默默松了口气 啊 果然还是吓唬自家小孙子的这事 最好使啊 看着把楚楚震住了 赵管家的脸色也就缓下来了 见他眼泪珠子还扑素素的往下掉 忍不住哄到 其实王爷人挺好的 这不还给你在京城里 找了这么个落脚安身的地方吗 就是脚弹下来 就是脚气降了点 连皇上都对他恭恭敬敬的 你不去惹他就成了 楚楚抹了两把泪 扬起一张花猫脸 嘟着小嘴带着哭腔道 那 那王爷到底是个什么官啊 凭什么这么厉害啊 哟 这个可不好说 没个官名也没品鉴 你就记着 王爷奉旨 同管三法司 管着这天底下所有的案子 还有 这天底下所有办案子的人 就行了 那可不就是六上门的老大吗 你还说 萧锦鱼一时恢复过来之后的 第一个知觉就是疼 疼痛顺着双腿的骨骼 一直蔓延到腰背 像千万只虫蚁聚在一块 发疯的啃咬一样 就连王吼的上半身 也沉浸在一片苏麻中 视线慢慢清晰起来 萧锦鱼变出 自己是躺在王府一心园的卧室里 房里灯火通明 屋子正中央的圆桌边上 趴着个人 不用看清楚就知道是谁 两天没合眼 又突然来了这么一出 萧锦鱼觉得 全身骨头都被拆散了似的 躺在床上动也懒得动一下 更懒得说不必要的废话 开口就笨了正题 他验尸之后 没更衣 没静手 对吧 何止啊 静衣像是早就准备好了 迷迷糊糊从桌子上爬起来 打着哈欠就回道 验尸前还没点造脚仓术 没含葱姜 没熏香 好在戴了副手套 出来之前争了醋 否则 叶老头啊 说了句你脸上的伤势怎么来的 让他光骂我 就把词都用完了 他非得坐这儿 等你醒了不可 托你的福 不过他走之前让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来这么一回 他就让我一辈子躺在床上 知道了 这些年来 这句话 叶前就对他说了 得有不下二三十遍了 可他现在照样能把自己 从床上弄起来 虽然确实吃力得很 萧锦鱼忍着痛 费尽力气折腾半天 才从床上坐起来 景义就站在一边看着 只要萧锦鱼不从床上摔下来 就是整个王府的人都把胆借给他 他也不敢过去搭手帮忙 他可不想三更半夜的 把这个好不容易醒过来的人 再气背过去 等萧锦鱼把自己安置好了 景义才走过去地上几页纸 这是他三场考试的全部记录 萧锦鱼接过去 从第一页开始 一字一句的细细看着 景义轻皱眉头道 我跟吴江商量决定 暂时把他安排在王府 就住在六涛院 在吴江房间隔壁 腰背间一阵刺痛 萧锦鱼拿在手里的几页纸 轻颤了一下 从刺句间抬起头来 错愕地看向站在床边 一脸严肃的景义 他是故意的 景义摇头 就是因为到现在 连我都摸不清 他到底是有心还是无意的 他要么是太天真 要么就是太会招 萧锦鱼正了正 轻轻摇头 这事本就没几个人知道 你判过多少案子 就结过多少梁子 小心点 没坏处 萧锦鱼没回应他这句话 一言不发地 把目光投回到 排在第一页的诗单上 越往下看 眉头皱得越紧 这是哪个案子的死者 几个老五座 在刑部停尸房的 无名尸体里炫的 在刑部停放多久了 怎么也得有个 十天半个月了吧 这个模模糊糊的回答 脱口而出之后 景义立马就后悔了 眼看着萧锦鱼 脸色瞬间冷了一层 景义忙到 我错了 我错了 你别这么看着我呀 大理寺的事 我都折腾不清楚 刑部那边的事 我哪知道啊 第七集 萧锦鱼冷着脸 把诗单递回给景义 这张诗单在你那儿 放了不下五个时辰 你就什么都没看出来 景义苦着脸 抖罗着接到自己手里的诗单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大理寺少卿是怎么当上的 就我那点打小躲着我爹躲出来的本事 也就你 非说我何时在衙门里当差 害得我爹一激动 把我塞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你让我对活人 食言变谎 察言观色还行 这死人的事 萧锦鱼一眼瞪过去 景义立马闭嘴收声 迅速找到最近的墙角 往下一端 双手把诗单举过头顶 一双享誉京城少女级的狐狸眼 满是幽怨的看着萧锦鱼 过来 是 景义举着诗单 低着脑袋 站回床边 等着定罪发落 却听见一句清清冷冷 还似乎扒杆子打不着的话 你三个月前嚷嚷着要找的那个人 可找到了 景义一愣 随即一清 刷的把诗单拉回眼前 看不懂也从上到下看了一遍 还是看不懂 于是眼睛睁得溜圆 看向萧锦鱼 你说这是 那个姓莲的 萧锦鱼没答 目光刚埋回到剩下的几叶纸上 就听到窗户光一声响 再抬头 屋里就剩他一个人了 就一层楼还跳窗户 冷风从大开的窗子里透进来 把萧锦鱼最后一点睡意也吹散了 萧锦鱼把手里的几叶纸折进怀里 换了衣服 借着床边的拐杖 把自己弄到轮椅里 出了一心圆 往三思阁的方向去 这会儿三思阁里 除了承诺的带归档案卷 肯定还铺了一桌子的囚房帖 他昏睡了大半天 京城衙门里的官员 得有一半要跟着他昏过去了 像这种忙得不可开交的时间 萧锦鱼轻易是不会回一心圆的 因为从一心圆到三思阁 要横穿整个王府 有些小路轮椅过不得 一绕就要绕过整个后院 而他从来就不是那种 有力气没处使的人 推着轮椅还没走过三分之一 萧锦鱼就不得不停了下来 累还在其次 要命的是 腰背间的疼痛 一阵强过一阵 两手臂僵麻的 居然都有点不听使唤了 他倒是记得叶千秋说过 这事要是赶到冬天里 会尤其麻烦 只是没想到会麻烦成这个样子 萧锦鱼原本想着停在原地歇一歇 等这个劲过去就行了 却没想到 坐在这深冬寒夜里 很吹了会冷风 先前的江麻疼痛 一点没消不说 还把整个身子都冻僵了 看着自己停下的这个地方 就觉得好笑 挺哪不好 偏偏是王府夜里最冷清的东北角 凭他这会儿的力气 就是喊人也不见得 有人听得见 萧锦鱼索性靠着椅背 合起眼来 自己的身子自己清楚 用不了半个时辰 就会知觉全尸 最多醒过来的时候 挨叶千秋一顿臭骂就是了 刚把眼睛闭上 就听到一阵匆匆跑过来的脚步声 眼睛还没睁开 就听到一个清亮亮的动静 啊 你不就是那个活尸体吗 一天之内第二回听到这个称呼 萧锦鱼很想笑 笑他自己 这会儿活尸体这仨字 用在他身上 真是贴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楚楚就站在他面前 已经换上了一身 十下京城女子常见的装扮 只是没使粉带 没带猪玉拆还 还是那么一副笑盈盈的模样 萧锦鱼心里无端的暖了一下 你也住在这儿 既然他白天考的那个 压根就不是六扇门 那他也就不记这人什么仇了 京城本来就是个生地方 只打过一回交道的人 楚楚也当是熟人了 萧锦鱼轻轻点了下头 真巧 楚楚抬手向西边一指 我就住在那边 你住在哪儿啊 萧锦鱼想抬手指指一心圆 才发现 胳膊居然僵得抬都抬不起来了 你怎么了 被楚楚这么关切的疑问 萧锦鱼却猛的想起 景仪那些话来 心里沉了一下 如果没算错 吴江此刻应该还在外面 帮他办一件事 他要是想要他的命 这会儿只要动一根手指头 就足够了 别说反抗 他连叫的大声点的力气都没有 浅浅呼出口气 萧锦鱼静静静静静的开口道 只是坐得久了 身子有些僵 这大冷天的 没花也没月亮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我 迷路了 楚楚一下子乐开了花 好巧啊 我也迷路了 头一回见着 能把迷路这件事 说得这么兴高采烈的 你要去哪儿啊 或许我认得 楚楚抿了抿嘴唇 我还没吃晚饭 想要去厨房找点吃的 萧锦鱼青醋眉头 这一二耿天了 厨房早就没人了 你怎么不直接在房里吩咐一事啊 楚楚连连摆手 不不不 我会做饭 这么大晚上的不用麻烦人家 我找着厨房 自己随便做点就行 我认得厨房 不过 得老你送我过去 没问题 厨房果然是一个人都没有 楚楚漠黑找到火车子 刚一燃 整个厨房一下子亮堂起来了 楚楚吐了吐舌头 手脚麻利的在灶台边升起火来 我还是头一回见这么大的厨房呢 萧锦鱼鬼使神差的跟了一句 我也是 真是连脑子都冻僵了 跟他说这个干嘛 楚楚蹲在灶边 专心致志的煽风点火 头也不抬 真的 真的 这是萧锦鱼第一次建厨房 甭管多么大的 安王府里有他不让别人进的地方 自然也有别人不让他进的地方 楚楚生好了火 又掀开大水缸 咬了几条水倒进锅里 转身想看看 这王府厨房里有什么能下锅的材料 目光扫过萧锦鱼的脸 就撞鬼失地定在了原地 刚才黑灯瞎火没留意 这会儿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这张脸白天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可现在 居然白净得像画里的人一样 要不是额头上还带着那几道细细的擦痕 楚楚都要怀疑先前那伤是假的了 你脸上的伤呢 他还真没留意 但现想也知道这只能是叶千秋的杰作 王府里有个不错的大夫 那他给你用了什么药啊 不知道 楚楚凑过来 盯着他脸上原本有预伤的地方 看了又看 越是看不出痕迹就凑得越近 只把萧锦鱼发白发青的脸色看得隐隐发红 刚想伸手摸摸那几道紧存的擦痕 就听见萧锦鱼一直紧绷着的嘴唇里 突然蹦出句话来 水 水开了 看着楚楚一步冲回灶台前 萧锦鱼截后余生般的输出口气来 刀架在脖子上多少回都没被吓成这样过 生怕他再想起伤口的事 萧锦鱼主动把话题扯得要多远有多远 你怎么没吃晚饭 楚楚背对着他一阵翻箱倒柜 我要说了 你不能笑我 不会 楚楚在一个菜框里翻出一块生姜 洗了几下 拿到案板上咔咔切了几道 仰手丢进了锅里 然后一边继续翻一边倒 我一直在屋里哭来着 哭累了就睡着了 饿醒了就出来找吃的了 王府里有人欺负你 楚楚点脚踩在个小板凳上 伸长了胳膊 努力地扒拉着壁橱里的一堆干货 不是不是 没人欺负我 那你为什么哭啊 我要是告诉你 你不能告诉王爷 为什么 管家大人不让说 说出来会惹着王爷的 萧锦鱼倾诉眉头 惹着王爷 他今天惹的还少吗 楚楚成功地抓出几颗红枣 一把柜圆干 关了厨门从板凳上跳下来 把手里的东西扔进锅里才到 听说王爷是个倔老头 脾气坏得很 谁要是惹着他 他就打得谁屁股开花 萧锦鱼狠狠愣了一下 谁说的 楚楚又翻腾了一遍灶台边的几个调料罐子 最终选定了一瓶 要出了两大勺红糖洒进锅里 管家大人啊 他都在这儿好多年了 赵管家说 王爷是个老头 说他少年有成他也就认了 老头 出处在哪啊 那倒没有 这个是我猜的 楚楚盖上这个锅盖 又蹲下身子去生另一个炉灶的火 一边生火 一边向萧锦鱼有理有据地陈述他的推理过程 王爷不是皇上的七叔吗 听说皇上比我还要大几岁呢 我有个表叔都快五十岁了 那王爷可不就是个小老头了 言之有理 多年办案经验告诉萧锦鱼 越是别人点名不想让他知道的事 越是有一探究竟的价值 所以萧锦鱼清清淡淡的道 你放心 我不会与别人说 楚楚生好了火 向锅里加了两瓢水 又开始一阵翻箱倒柜 你知道六扇门吧 我是来京城找六扇门的 萧锦鱼本能的纠正道 你是说三法司 楚楚抱着一个米袋子转过身来 一脸严肃的对着萧锦鱼 不 不是三法司 是六扇门 有九大神捕的那个六扇门 萧锦鱼威证 最大班下文书 严令禁止说书人编排 与官府衙门有关的段子起 他已经好些年没听到 有人把这三个字 说得这么一本正经了 这会儿还捎带着个什么 九大神捕 你要报案还是要申冤啊 楚楚摇头 我要当六扇门的五座 可你参加的是刑部的考试 楚楚督起小左 转回身去对着灶台 舀了半碗米倒进锅里 本来听景大哥说 那个就是六扇门的考试 可我考完了才知道 我俩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六扇门 景义先是不惜哄他骗他 也要留下他 又是不惜哄他骗他 也要监控他 萧锦鱼看着这围着灶台 转悠到有条有续的小身影 眉心轻轻拧了起来 既是如此 这次考试你纵是考上了 也不会去 楚楚没回头 拱着腰在筐里翻出两颗 饱满肥树的青菜 咬了瓢清水 仔仔细细的冲醒 嗯 是的 我刚才都想好了 要是没有个活干 我连吃饭的钱也没有 还怎么留在京城找六扇门啊 你若是没考上呢 我已经考上了呀 萧锦鱼倾诉眉头 招五座这事虽小 但拱定名单毕竟还属于 三法司公文圈子里的事 没有他的签字压印就算不得数 而这会儿 他都还没见着那草拟名单影子 他上哪知道去 谁说的 楚楚张了嘴 半晌没出声 景义 吴江 还是赵管家 他们给他的感觉 就好像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可这么想想 原来还真没有人明明白白的跟他说过 他就是考上了 要是没考上 他可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了啊 楚楚举着两颗青菜愣在原地 小嘴儿瘪着 眉头皱着 毫不掩饰地把不知所措的目光落在萧锦鱼身上 看得萧锦鱼从没怎么出过什么毛病的心脏 突然疼了一下 只是楚楚的这副失落模样 还不如萧锦鱼心脏闪过的痛感持续时间长 没考上的话 我就在京城随便找个杂活 只要能让我带到烤金六扇门就成 说完 转身就淡淡定定地切菜去了 楚楚语气坚定地 让萧锦鱼差点开始思量 这京城里是不是真有这么个 不为他所知的神秘又厉害的六扇门 好在真被他带跑偏之前 腰背间的疼痛随着身子回暖 渐渐放肆了起来 一阵比一阵清晰的疼痛 让萧锦鱼再度想起景衣那些话 单薄的身子 在间接拜这个女人所赐的疼痛中 经不住地微微发抖 他若真是处心积虑想要他的命 今晚他给他的机会 绝对当得起千载难逢这四个字 没有任何埋伏 也没有任何试探的意思 就是他素来谨慎缜密的脑子 不知道抽中了哪根筋 纯粹的想跟他待上一会儿 他的一颦一笑 一言一行 让萧锦鱼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感 他要真是敌人 萧锦鱼今晚就能在那些 好像几辈子都审不完的卷宗里解脱了 可惜楚楚脑子里这会儿琢磨的事 这青菜叶子这么肥 闷青菜饭的话 还是要切细碎一点才好入味吧 楚楚切了青菜丁 切了两朵香菇 又切了半块咸豆干丢进锅里 心满意足地搅合了几下之后 才想起来好一会儿没听到萧锦鱼的动静了 一转头 看到那个人微地着头 脸色百里发青 额上冷汗淋淋 依靠在轮椅里的身子还在发抖 吃了一惊赶忙过去 你怎么了 惊慌中 楚楚只记得丢下左手里的锅盖 却忘了右手里的饭勺 萧锦鱼就抬头盯着他举在手里的大饭勺 用尽所有的忍耐力 才保持住声音的静定平稳 没什么 只是 有点冷 还冷 楚楚怕他会冷 推他进来的时候 还特地把他推到离灶炉不远的地方 这会儿他都要热得冒汗了 他怎么还冷 你是不是吹多了冷风 发烧了呀 萧锦鱼那个步子连前半截都还没吐出来 楚楚已经抬手要摸他的额头了 只是楚楚抬的是右手 抬得急 忘了右手里还握着个大架 于是楚楚的手还没到 铁饭勺突兀圆润的那面 已经不偏不已 结结实实当了一声 正敲到了萧锦鱼 还往外渗着冷汗的脑门上 这一记没有那么狠 也没有那么疼 但对于已经撑得很辛苦的萧锦鱼来说 这一下子足够让他脑袋晕上一会儿了 呀 对不起 不用道歉 萧锦鱼黑着脸 按住满部冷汗和米汤的额头 你就直接动手 行吗 萧锦鱼定力再好 也已经由衷的火大了 是 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确实是任人宰割 无力还手的 老天爷非要他今晚在这个地方 死在这个女人的手上的话 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这女人哪把饭勺就想敲死他 算是怎么回事 动手 楚楚一愣 迅速回过神来 哦 哈 萧锦鱼的脸顿时又黑了一层 听他这么一声硬的 怎么真跟他求着他来杀自己一样 萧锦鱼从头上拿出手绢 埋头擦拭着额头 也没注意楚楚突然转身干什么去了 就听见一阵子供碗瓢盆 叮领光浪的动静 还没来得及抬头 就被楚楚一把抓住了手腕 楚楚不过是个身形娇小的丫头骗子 力气也就那么大点 但对于这伙的萧锦鱼来说 足够让他认起百步了 被抓住手腕的一瞬 萧锦鱼意识到他是用左手抓住他右手腕的 右手腕好像还抓着什么东西 难不成还真是现找的凶器啊 他要杀要打要绑他都认了 毕竟败在这个能眼细眼的连锦翼都看不出破绽的人手里 也不算太丢人 萧锦鱼都做好从容赴死的准备了 结果刚抬头 就被楚楚一眼瞪上 接着就是训儿子一样的一声吼 你瞎折腾什么呀 再揉就起包了 萧锦鱼一愣的功夫 楚楚已经扬起了右手 把手里那颗不知道从哪个碗里翻出来的 拨得光溜溜白嫩嫩的鸡蛋 贴在了他的脑门上 在那片被敲红的地方 滚过来滚过去 这人看起来像是满肚子学问的样子 怎么连这点事也不懂 怪不得才这么年轻就得用轮椅代步了 转念想到他这样的年纪 就被圈在这么张椅子上 肯定是很难过的 虽然只是在心里那么念叨了一下 楚楚还是觉得 自己像是做了什么坏事一样 脸上一热 说出话来也不再用吼的了 用鸡蛋把鱼血滚散了 就不红不肿也不疼了 萧锦鱼没说话 活着二十来年从来没想过 他人生里会有这么一刻 是被一个底细不明的女人 拿着一颗剥光的鸡蛋 在脑门上滚 所以他实在不知道 这会儿他理应有什么反应 楚楚看他冷着张脸一言不发 以为一颗鸡蛋的力量 还不足以给他止痛 于是腰身一沉 头一低 就把小嘴凑了过去 轻轻吹着那片青红 楚楚发现那红色 本来只是隐隐的 一点都不明显 倒是他吹着吹着 反而红了起来 还越吹越红 真是怪了 不是萧锦鱼不想出言阻止他 而是这会儿 他除了心脏狂跳之外 不敢让自己做出任何一点动作 连呼吸也紧禀了起来 生怕自己一个细小的动作 就会造成一个 想掐死自己算了的结果 就在他感觉自己屏息一会儿 就要晕过去的时候 门口处叮光东 一声重物落地的巨响 瞬间把他就快飘到阎王殿门前的一时 一下子扯回到了这人间厨房里 楚楚惊讶间侧身回头 小锦鱼眼前没了障碍物 才看清这个 以五体投地姿势进门来的重物 正是吴江 吴江顾不得这个方向还有个楚楚 手忙脚乱地爬起来跪好 磕头便道 被植该死 被植该死 他三更半夜办事回来 想进厨房找口饭吃 结果还没进门 就一眼瞧见 楚楚站在萧锦鱼身前 楚楚抓着萧锦鱼的手腕 俩人一个低着头 一个仰着头 在门口的角度看过去 俩人根本就是在 一惊之下 望着脚底下 还有门槛这么个东西 于是就这么直挺挺 响当当的摔了进来 轻易可没说 还有这个呀 大哥 楚楚看看埋头跪地的吴江 又扭过头来 看看一张脸 已经红得要滴出血来的萧锦鱼 奇怪了 赵管家不是说 他的大哥是个大的不得了的将军吗 怎么会给这个坐轮椅的人下跪啊 他的官能比大哥还大 吴江一动也没敢动 别说叫大哥 这会儿就是叫他上大爷 他也不敢抬头 他还没成过家呢 天晓得这俩人被他打断之前 是在干嘛呀 萧锦鱼努力地深呼吸了几下 感觉脸上没那么烫了 脑门也没那么胀了 才淡淡地吐出动静来 起来 吴江将着身子从地上爬起来 还是不敢抬头 何时到的 萧锦鱼想把刚才 可能被吴江看到的一幕 直接跳过去 所以问的是 吴江什么时候回到府里的 可吴江这会儿已经心虚道理 一定静静 萧锦鱼这么疑问 冲进他脑子里的 就只有刚才的事 一慌之下脱口而出 背 背直 是来找饭吃的 什么都没看见 萧锦鱼脸色隐隐黑了一层 还不如不问呢 楚楚倒是一下子 在吴江的话里抓到了一个重点 大哥 你来得正好 饭就快忙好了 楚楚说着 就奔到灶台标去了 看得吴江狠狠一愣 这俩人是在吃饭 吃饭 吃饭 吴江反应过来的一煞 差点下意识的就把腰间的刀抽出来了 带楚楚回来的路上 吴江已经试探过了 他确实没有武功 但不代表他就不懂怎么下毒啊 看吴江脸色顺变 萧锦鱼就知道 他脑子里开始转些什么了 轻咳了两声 把吴江的目光引过来 然后不着痕迹的轻轻摇了摇头 萧锦鱼的身体决定了 他跟武功这种东西 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但下毒这种下三滥的小动作 绝不可能逃过他的眼睛 他本来就活得比别人难 还挑了这么个比别人难的活法 可他就是活下来了 还活得不错 这要光靠运气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吴江脸色刚缓了缓 楚楚已经把一碗赤褐色的汤水 碰到吴江面前了 这姜汤是煮给他暖暖身子的 大哥先将就着喝一碗吧 饭马上就能吃了 吴江愣愣地把碗切了过去 这俩人到底什么情况 他家王爷会和陌生女人煮的姜汤 萧锦鱼也愣了一愣 他刚才就注意到了 他开始煮的那锅东西是姜汤 可没想到会是特地煮给他的 正愣间 楚楚已经把他的那份递到面前了 谢谢 不客气 萧锦鱼把碗接过去的时候 楚楚突然反映过来一件很重要的事 盯着萧锦鱼的脸道 哎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吴江手一抖 差点把碗扔出去 他还不知道眼前这人是谁 助干 管他干什么 萧锦鱼倒是淡定得很 一边饶有兴致地端详碗里的汤水 一边不急不慢 清清楚楚地回答 小金鱼 严肃认真到 让不知各种来由的吴江 忍不住低头 往自己手中碗里看了一眼 哪有金鱼啊 萧锦鱼就是故意的 故意想吓他一下 好像从五岁以后 他就没再有过如此强烈的恶作剧式的报复欲了 欣赏着楚楚正愣的神情 萧锦鱼端起碗来 浅浅瞎着刚出锅的姜汤 嗯 比叶千秋熬的好喝多了呢 可惜萧锦鱼算错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的名字 在这女人心中的存在感 萧锦鱼以为楚楚这副神情 就是被他身份惊到的反应 但事实上 楚楚愣住 只是因为他觉得这名字有点熟 怎么一时想不起 在哪听过呢 等他想起来 那就不是安安静静发愣的事了 就听见一片寂静中 哗过一声惊天动地见鬼式的惨叫 妈呀 萧锦鱼一口姜汤差点喷出来 这到底是谁吓谁啊 你 你 你 楚楚一脸拟了半天 开始还是错愕惊慌 到后面收尾的时候 就是明显的恼火了 向后退了一步 指着萧锦鱼大叫 你骗人 萧锦鱼向吴江看了一眼 那意思显然是让吴江给他作证的 但吴江动了两下嘴唇 也没发出一个声 天知道那小金鱼是个什么意思 天又知道 他将王爷骗了人家小姑娘什么 他脑袋还晕晕乎乎的 这会儿就是想说句话 也不知道从哪下嘴啊 没人救驾 萧锦鱼只能自救了 轻咳两声 我骗你什么了 你说王爷是个老头的 吴江默念 观音菩萨保佑 还好刚才没出声 萧锦鱼依旧云淡风轻 我何时说了 就刚才啊 你说里言之有理的 萧锦鱼倾簇眉头 你既是武作就该知道 常理是常理 事实是事实 这是两码事 楚楚急得快哭了 刚才当着他的面说了他的坏话 说了那么多六扇门长六扇门短的 叫了他两回活死人 还拿饭勺敲了他的脑袋 按照管家说的 这可得打多少下屁股啊 一急之下 托楚立马两手捂到自己后面 撬着直往吴江背后躲 我不管 是你耍赖的 你不能打我屁股 萧锦鱼手上本就没多少力气了 这一句听得他 差点把一碗姜汤泼到自己身上 吴江也快哭了 跟萧锦鱼这么久 还是第一回遇上这场面 明明看到萧锦鱼递来的目光里 有求救的意思 可他就是不知道能怎么救 这说的都是哪跟哪啊 活生生就是一点也听不明白啊 直到萧锦鱼警告似的狠道了他一眼 吴江才啼呼灌顶 王爷 杯子有事要禀 萧锦鱼毫不质疑 说 吴江脱口而出 薛岳的尸体找到了 吴江刚说出来就后悔了 因为这句话让萧锦鱼身子一僵 手上一清 大半碗滚烫的姜汤泼了一身 在整碗汤水全泼出来前 吴江闪身过去 把那只碗抢了过来 王爷 萧锦鱼的情绪就像是碗里的汤水 说泼就泼出来 但泼完也就完了 闪顺又回到一片波澜不星 于是这一幕看在楚楚眼里 就成了一个单纯的漫不经心的意外 楚楚看不出来 吴江对自己犯的错误 可是再清楚不过 这碗汤泼出来的原因 就是那具尸体的名字 这人要不是叫这个名字 萧锦鱼也不会在这样 忙得没空吃饭 没空睡觉的时节 亲自去接一桩 普普通通的失踪案 更不会再听到自己要找的人 已成为一具尸体时 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第九集 吴江本想用套比较委婉温和的说词 把这事告诉他 可谁知道突然蹦出这么一出 一急之下 就原汁原味的脱口而出了 热汤全泼在他腿上 萧锦鱼神情漠然的 却好像这汤是泼在了别人的身上 连声音都还是那么四平八稳 云淡风轻的 尸体 楚楚躲在吴江身后 探头看着萧锦鱼衣摆上 那一大片还冒着热气的赤褐色汤渍 那么烫的汤水泼上去都没有反应 这个人的腿 恐怕一点知觉都没有拔 是天生的 还是受过什么重伤吗 是 卑职已将其带回 安置在石界堂验尸房 抢在萧锦鱼一句话说出来 板上钉钉之前 吴江紧接着补刀 王爷 这会儿没有当职的武作 您还是去换件衣服 等天亮再过去吧 萧锦鱼倾簇了下眉头 目光从吴江身上一看 落在那个从吴江身后探出来的小脑袋上 不必等了 这里就有现尘的 楚楚还全身贯注地琢磨着 萧锦鱼一双腿的问题 突然听到这么一句话 又对上了萧锦鱼 轻轻冷冷的目光 心里一慌 刷得一下 把脑袋也藏在吴江身后了 王爷 他还是个小丫头呢 让他前去恐怕 不妥 天地良心 吴江所谓的不妥没别的意思 纯粹是因为那具尸体实在 楚楚听起来可不是这么回事 这分明就是小瞧他的本事嘛 大哥怎么能这样呢 生气归生气 楚楚可没忘了打屁股的事 于是隔着吴江挺拔剑术的身板 跟萧锦鱼讨价还价 验尸没问题 不过我要是去了 你得保证不会打我的屁股 只要你验得对 你说话算数 吴江为证 怎么验都行 只要你验得对 那我得回去拿点验尸用的东西 可以 那我吃完饭再去行吗 不行 石介堂是安王府自己人意识的地方 安王府正式接手的经济案件 在破获之前 所有的重要证据 连同尸体也都存放在这里 因此日夜重兵守备 森严程度绝不亚于三思格 楚楚一路跟在他俩后面 往石介堂走 萧锦鱼和吴江一直在沉声滴雨 楚楚听不清 也没心思去听 他这一路上心里嘀咕的就一件事 他对这个据说脾气坏到家的安王爷 说了那么些大不敬的话 还做了那么些大不敬的事 验一具尸体 真就能全都一笔勾销了吗 还是他根本就想好别的法子来教训他了呀 蜘蛛县虽小 楚楚也是见识过什么 夹手指抽鞭子硬烙铁的 比起那些 大的屁股开花 还真是脑痒痒的事了 清城这种地方 安王府这种地方 比家版鞭子烙铁厉害的东西 恐怕数都数不过来吧 虽然有大哥作证 可大哥是他的侍卫 到头来不还是他说了算吗 他们可是一伙的呀 所以远远看到石界堂院子门口 登陆下面 那几个一脸凶向的侍卫的时候 楚楚心下一横 就收了脚步原地站住 鼓足勇气对前面的萧锦鱼大声道 我不去验尸了 你打我屁股吧 这一嗓子豪气万丈道 连那几个侍卫都听清楚了 他这是不挨顿打不安心啊 先打再验 还是先验再打 你自己选吧 那 楚楚还真一本正经的权衡了一下 最后认真决定 还是先验尸吧 把屁股打疼了 验尸的时候会分心 出叉子就不好了 萧锦鱼轻轻吐气 唉 可以 楚楚这才满心踏实的 跟着他俩进了石界堂 两人带他穿过正中央的议事厅 沿着议事厅后面的走廊 一直走到深处尽头 停在一扇被两个侍卫 牢牢把守的小门前 门明显是被改造过的 有宽改窄 窄到萧锦鱼的轮椅刚好过不去 乌江上前把门轻轻推开一条缝 侧身让开门 对楚楚道 就是停在验尸台上的那句 名为薛月 他没声望这个连安王爷是谁都搞不清楚的丫头 能知道薛月是谁 只求他别一个激动验错了对象就好 楚楚看看乌江 又看看萧锦鱼 我一个人进去 萧锦鱼危症 你害怕 死人有什么好怕的 楚楚差点跳脚 就我一个人 没有树立 谁来填诗丹 先不必填诗丹 验完直接禀报便可 楚楚 楚楚眨眨眼睛 你就不怕我偷懒变瞎话 你可以试试 楚楚进去了足有一个时辰 出来的时候都快四更天了 乌江不在 只有萧锦鱼一个人端坐在议事厅里 正用一种好像根本不需要走脑子的速度 飞快地劈着公文 左手边劈好的已经落了高高的两叠 右手边带劈的还有更高的两叠 察觉楚楚进来 萧锦鱼历时停了笔 尽管手下那份公文离劈完就只差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了 验好了 楚楚把手上的小包袱割到萧锦鱼身前的书案上 输了口气 都验清楚了 萧锦鱼把手里的笔割放到笔架上 顺便将手边的一杯茶推到楚楚面前 楚楚盯着杯子没动 茶里没多 楚楚还是不动 我没动过 楚楚这才一步上前捧起杯子 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干了 萧锦鱼嘴角抽了一下 他这是嫌他不成 楚楚确实是嫌他 不过不是萧锦鱼想的那个嫌法 而是因为董先生说过 皇亲国戚碰过的东西 平头百姓是不好乱碰的 搞不好就会出大霉头呢 想着自己一会儿还要被打到屁股开花 已经够惨的了 可不想再倒霉了 楚楚把杯子里的茶喝了个一干二净 搁下杯子抬起袖子抹了下嘴 我能禀包了吗 萧锦鱼在面前铺开张空白的诗单 重新捉起笔来 在宴台上抿了两下沫 说吧 楚楚应了一声 清了清嗓子 萧锦鱼刚准备落笔 就听到案前传来一个自证腔员 拉满长调的声音 启禀阿王爷千岁 萧锦鱼脸色一黑 说尸体 是 出处从九十度深度坐一的姿势中直起腰来 一描述起尸体来 语音语调就正常多了 死者男 年约二十 身长五尺五寸 萧锦鱼落笔 不动声色的在年龄一格里写上二十一 在身长一栏里写上五尺四寸七 然后轻硬了一声 示意他往下说 尸身肉色黄紫 微变 按照季节气候算 应该是死了四天到五天 萧锦鱼记下了一个四 三天前的清早才打过照面 到现在 他最多只能死了四天 浅刀伤二十三处 鞭痕三十五处 指甲装痕十七处 掐痕九处 新旧不一 最旧的大约是三月前 最新的应该是几天前 都没伤及要害 不致命 还有很多细碎的擦伤 没有中毒迹象 萧锦鱼倾锁眉头 薛悦从没提过 他居然也没看出来 死者被害前应该刚吃过饭 要么就是正吃饭的时候被害的 他胃里还有不少 还没来得及消化的食物 能辨认出来的有米饭 鸡肉 鱼肉 花菇 鲜笋 还有酒 萧锦鱼挺比 抬头看他 胃 楚楚很认真的 往自己身上指着 画了个圈 就是这儿 里面 萧锦鱼已经一连半个月 没工夫好好吃饭了 他这会儿很清楚 自己的胃在哪儿 对 在里面 所以 你怎么知道他胃里有什么 这人看着挺有学问的 怎么这么简单明显的事 还闹不清楚 这还不简单吗 剖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剖开 他剖了薛悦 萧锦鱼一阵头晕头痛 脸色煞白 你把他 剖开了 楚楚再不懂察言观色 也能看出危机感来了 于是赶在萧锦鱼开口前 一脸委屈的望着他道 是你同意怎么验都行的吗 萧锦鱼的脸色由白转阴 那眼神像是恨不得一口吃了他似的 这人平平静静的时候挺好看的 一换上这副神情还真是吓人 楚楚默默往后撤了一小步 离他稍微远了那么一点点 还往下说吗 萧锦鱼重新提笔声音微哑 像是从喉咙口硬挤出来的 说 抛都抛了 不让他说清楚的话 不就白抛了吗 楚楚甜甜嘴唇继续 石身一丝不挂 终身散发射香望 下身硬举 外皮上有残余 内道里有流至 萧锦鱼比风一顿 内道 他还抛了什么 很像是做过死的 但替光虚发后发现 死者头顶百慧穴 有一枚长三寸的铁钉没入 判断不了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只能说死因肯定是这两个里头的一个 萧锦鱼从差点抓狂 目的转到恶然 又听楚楚道 而且 这具尸体上的射香味 和我早晨在刑部里看的那句是一样的 很可能是死前吃了一样的防药 还吃了不少 防药 据他了解 薛月从来都是躲着女人走的 在这方面的清心寡欲程度 连京城几大寺庙的处持都甘拜下风 什么人能让他吃防药 还吃很多 看着萧锦鱼停在那皱着眉头 好一会儿没动静 也没把他刚才说的几句往诗单上写 楚楚以为他是不信他的话 小嘴一圈 一不上前伸手解开了那个搁在书案上的小包袱 我没唬你 我都有证据的 楚楚说着 从小包袱里掏出几个明显包裹着什么的手绢 小心翼翼的在萧锦鱼面前一个个展开 这些是在他胃里找到的 你看 这是米粒 这是鸡肉 鱼肉 鱼皮 花菇 鲜笋 都没嚼碎就咽下去了 这人肯定吃的特别着急 说着还拿手在上面朝萧锦鱼扇了扇风 你闻见了吧 这里面酒味可重了 萧锦鱼眉头青醋 脸色微轻 这个是在他大腿内侧和下身外皮上擦下来的 这个是在内道里取出来的 萧锦鱼脸色又轻了一层 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 你就是没见过别人的 你肯定见过自己的嘛 萧锦鱼脸色一黑到底 至于射香味 这个我取不出来 不过最浓重的射香味 是从肚脐里散出来的 你要不信的话 就让人把那射体抬出来 凑进了一闻就知道 他到底是装得太像 还是压根就是老天爷特意派下来克他的 萧锦鱼深深吐纳了好几个回合 把笔撂下 沉声冲外面唤了一句 来人 眨眼的功夫就从厅外迅速闪进来一个冷脸的侍卫 王爷 把他带出去 然后 楚楚听到他要让人带的不是尸体 而是他的时候愣了一下 等那个然后蹦出来的时候 突然醒过了神来 等等 等什么 楚楚偷偷瞄了一眼 笔直处在他身后的侍卫 这么个壮的像头牛一样的大男人 要是打起板子来 手气该有多大呀 楚楚怯怯的望向萧锦鱼 能等会儿再打屁股吗 楚楚绝不会知道 在这张风平浪静的皮囊下面 萧锦鱼是有一颗多小 立马把他按到长条板凳上 亲手抱作一顿的心 你还想干什么 楚楚明明嘴唇 一双眼睛饱含无辜的眨了眨 我还没吃饭呢 萧锦鱼嘴角一僵 他刚刚才如此湿入的 剖了一具尸体 从尸体里取出来的东西 都一一摆在眼前 他居然还能惦记着吃饭的事 把他带出去 萧锦鱼连叹气的心都没了 重新提笔在手下的公文上 签完那个鱼字 然后叫锦鱼所来见我 是 第十集 锦鱼从窗口跳进 十介堂议事厅的时候 天正开始隐隐发亮 萧锦鱼身前案上的公文本子 已经换走两批了 连城的事有眉目了 要不是有个能在萧锦鱼面前 昂声挺胸说出来的理由 打死他也不敢再接到消息 一个多时辰之后才蹦出来 萧锦鱼头也不抬 气定神贤的披着最后一本公文 只是有眉目 锦鱼把自己往旁边椅子里一丢 抱着手怨念的瞅着萧锦鱼 光是为了查那具尸体 是从哪弄来的 这三更半夜的 我都让情部那群人骂了好几个来回了 你是不知道呀 那个疑似案发现场多特殊啊 办起尸了 真心不是一般的费劲啊 萧锦鱼合上折子 抬起头来似笑非笑的看向锦鱼 怎么 你这面子到如归楼就不值钱了 锦鱼差点从椅子里弹起来 你早知道这尸体 是如归楼附近发现的 不比你早多少 只是吴将在如归楼附近找到了薛月 楚楚掩饰之后说 薛月生前 服过与连城一样的药 萧锦鱼说得轻描淡写 还是不能阻止锦鱼真跳了起来 薛月死了 萧锦鱼轻轻轻点头 铁钉入闹 遍体鳞伤 静意盯着萧锦鱼看了好一阵子 再三确认了他的静定不是勉强装出来的 才试探着道 薛太师还不知道 萧锦鱼和薛月的交情只能算是一般 但萧锦鱼和薛太师轻如父子的师生关系 可是官场里无人不晓得 萧锦鱼能成为如今的萧锦鱼 要说全是拜薛太师所赐 绝对一点也不夸张 打接下这个案子起 他紧张的就不是薛月这个 一年也往来不了几次的吏部侍郎 而是对薛月宠爱至深的薛太师 萧锦鱼摇头轻叹 唉 我还没说 别人说没说就不一定了 静一试图把话题转回到案子本身上 因为这能让萧锦鱼迅速抛开所有情绪 刚才进门的时候 看见当班的舞座到了 我去叫来给薛月的尸体复验 每件人命案子 必须拒齐出验复验两份时隔才能审断 这是萧锦鱼给全国所有衙门订的规矩 萧锦鱼一声叹得更深了 唉 不必了 静一一愣 不必了 死的可是薛月啊 他还以为这回怎么也得有个三宴五宴才算完事呢 何况做出验的还是个身份居心都上不明朗的丫头骗子 为什么 抛了 静一正正的盯着萧锦鱼云淡风轻的脸 你说的那个抛 跟我想的那个抛是一个抛吗 萧锦鱼抬手指了指摆在暗角的一个红木托盘 托盘里的东西被白布盖得严严实实的 你要想亲自验证的话 不想 静一瞬间离那个盘子要多远有多远 脸上惊悚程度快赶上被媳妇从青楼拎出来那会儿的了 声音都发虚发飘 那丫头干的 你见过我这里的武座抛尸吗 静一欲哭无泪 他可这全京城千挑万挑挑了一年 怎么到头来就给萧锦鱼送来这么个神物啊 他不是说他家世代都是武座吗 他就不知道擅自抛尸是凌辱尸体的大罪 要判绞刑吗 萧锦鱼摇头 他知道 我判不了 哦 静一一抓到兴趣点 就迅速把其他的都扔了 为迷起狐狸眼 你跟他 萧锦鱼冷冷硬硬的截断静一的遐想 因为我先前允许了 他怎么验都行 他头脑再怎么缜密 也预料不到一个十几岁的小公鸟 会对尸体下刀子 哈哈 静一意犹未尽的甘笑两声 千言万语最后绘成了一句话 你还是找个庙拜拜吧 来人 背车 你还真拜啊 当然 这大清早的你拜什么庙啊 如归楼 那大块头侍卫把楚楚一路带回六套院 没说打他 也没说给他饭吃 把他塞进房间里就走人了 根据多年调皮捣蛋积累下来的经验 楚楚估摸着 这会儿要是表现得好点 没准那顿打就能免了呢 所以赵管家一推门 就看见楚楚对着门口坐着 身板坐得端端正正 头是微低着的 端庄里带着矜持 活脱脱像个刚进门的小媳妇 赵管家一愣 怎么进来的又怎么退出去了 站在门外 左右仔细看好了没进错门 才又走了进来 瞅着楚楚 试探着唤了一声 楚丫头 楚楚站起来一板一眼的 行了个标准的俯礼 学着镇上 园外家小姐那样的动静 柔弱无骨的说了句 赵管家万福 赵管家手里拿的那碗 要不是面 而是狗血的话 他一定毫不犹豫一滴不胜的全扑在楚楚身上 这是撞鬼了还是中邪了 赵管家提起十二分小心 一边盯着楚楚 一边把那碗面搁在桌上 这是王爷让厨房给你做的 趁热吃吧 楚楚看了一眼那碗面 热腾腾的面上铺着两颗青菜 几大块烧牛肉 还握着个煎得金黄的荷包蛋 看着就诱人 更别提那一个劲儿 直往鼻子里钻的香气了 从半夜做到大天亮 晚饭早饭都没吃 还真是饿呀 楚楚咽了咽口水 没动 吃完了就得挨打了吧 赵管家看他不动 催促道 快吃吧 吃完了 王爷还有事要你办呢 楚楚眼睛一亮 办事 不是挨打 赵管家一愣 啊 谁说要打你啊 那是啥事啊 急什么 先吃了再说吧 楚楚 楚楚扑向那碗牛肉面 顺便抽空回了一声 啊 赵管家看着楚楚的吃相 听着他吃面发出的稀里呼噜的动静 嘴角一阵抽搐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啊 楚楚吃完饭就被送上一辆马车 赵管家说王爷前来的人也没吩咐什么 只说了不让他带那个小包袱 而且最好什么都不带 他让干嘛就干嘛吧 楚楚可不想再招惹那个王爷了 楚楚就这么两手空空坐上马车 一夜没睡 加上吃饱喝足 马车刚晃到了两下 楚楚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马车已经停了 他正平平整整的躺在座子上 头下枕着个靠垫 身上还盖了条羊毛毯子 楚楚迷迷糊糊的翻了个身 真是怪了 明明记得自己是坐着睡过去的 而且上来的时候 也没进马车里有靠垫毯子之类的东西 这断面靠垫当枕头高矮正好 羊毛毯子又软又暖 要不是听到马车外 传来一阵阵熟悉的厌尸鹤爆声 楚楚真想闭上眼睛再来一叫 一轱辱爬起来跳下马车 才发现眼前这地方 已经荒凉的不像京城了 连楚水镇都不如 倒像是个野树林子 要不是两个王府侍卫就站在外面 要不是几个官差正忙活着 楚楚还真当是那个王爷要把他扔到荒郊野外了呢 不知道外面什么时候下起了雪 那些在外面忙活着的官差身上 发上已经积了薄薄的一层 躺在地上的男尸一丝不挂 各种新旧伤痕 深深浅浅 疏疏蜜蜜的爬在这幅明显经过精心保养的皮囊上 一个刑部五座打扮的老头正蹲在尸体跟前 一边仔仔细细的摸索查看 一边有理有序的一声声喝爆出这雪白细腻的皮囊上的每一道伤痕 楚楚皱皱眉头 两天下来 这已经是第三具没穿衣服的尸体了 京城里的人还缺这几个钱吗 怎么杀了人 还非得把衣服都扒走啊 楚楚凑近过去的时候 老五座刚好抱完 扶着膝盖缓缓站起来 伸手扑胆积在衣服上的雪 低头抬头间 楚楚看清了老五座的模样 历史喊出了声 七叔 是您啊 天七一愣 诶 楚丫头 你咋在这啊 我来给王爷办事的 天七回头看了眼地上的尸体 来验尸的 不知道 楚楚摇摇头 指了指刚才坐的那辆马车 我刚来到 还没见着王爷呢 天七顺着他的手看过去之后 就更晕乎了 他到的时候 那辆车不就已经停在那了吗 这明明都快有一个时辰了呀 天七正愣的功夫 楚楚突然在天七这副打扮上 意识到一件事 一下子跳了起来 呀 我差点给忘了 五十三刻还要去刑部门口看榜呢 天七脱口而出 已经出来了 说完就后悔了 楚楚急到 那你已经瞧见了 没 没瞧见 天七说的是大实话 他确实是没瞧见 因为他根本就没来得及去瞧去 一大清早 刑部书里就火烧屁股似的找到他家门口来了 龙公就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说他被刑部录用了 第二句就是让他赶紧到城郊宴尸去 然后扯着他就来了 他虽然没看见榜 但很清楚的知道路上的另一个不是楚楚 正犹豫着怎么跟他说才好 就听在一旁整理试单的刑部书里头也不抬得到 你也甭去看了 另一个路上的叫赵铁牛 你个小姑娘家不叫这个名吧 楚楚 楚楚扁了扁小嘴 我叫楚楚 楚丫头啊 天奇赶紧插话 你不是说王爷叫你来办事的吗 王爷就在那边那辆马车里呢 你还不赶紧过去问问啊 可别耽误了王爷的公事 哦 哎哎哎 书里叫住他 顺便啊 把这诗单给王爷送过去 哦 楚楚进到那间 足有一间小屋子大的马车里的时候 车里就削紧于一个人 坐在一张书案后面 静静靠在椅背上 双目清合 车厢里四脚都燃着探盆 炸冷炸暖 楚楚刚一进来 就远不住打了个清脆的喷嚏 毫无悬念的把椅上的人惊醒了 睁眼见是楚楚 萧锦鱼撑着轮椅扶手 有些吃力的把脊背立直起来 微仰起头 轻轻猝没看他 刚才已让人把自己的毯子 拿去给他盖上了 难不成还是着凉了 楚楚见自己一个喷嚏 经了萧锦鱼的清梦 想起来到底欠他一顿板子 心里一阵发慌 我 我不是故意的 萧锦鱼声音微哑 不爱的 他没想睡 只是在一边看卷宗 一边等各方消息 看着看着 卷宗呢 萧锦鱼目光寻到 不知什么时候 从他手中滑落到地上的卷宗 心里只苦笑 这才熬了多久 真是越来越不济了 楚楚看着他 不像是有生气的意思 但谁知道 这些当大官的 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呀 所以看见萧锦鱼 想弯腰去捡 散在地上那堆纸 楚楚赶紧抢先一步 三下五出二都捡了起来 把带进来的那份诗单 搁在最上面 一块毕恭毕敬地 递给萧锦鱼 外面那个疏离大人 让我拿来的 谢谢 萧锦鱼接过那叠 方向各异的纸 伸手示意楚楚 在旁边坐下来 把自己手边的杯子 推到他面前 姜茶还热着 我没动过 萧锦鱼说罢 就低头看着手里的诗单 余光扫着楚楚 就见他坐在他左手边 手里抱着那杯热姜茶 一动不动 直到他逐字逐句地 把诗单看完了 他还保持着那个姿势 看着杯子出神 这杯子是前年 南方进贡的红玉杯 刚送到京城 就被皇上拿来 讨好他这个七叔了 样式确实精巧别致 但还不至于 光盯着杯子盖 就能看上这么半天 不用景仪来判断 萧锦鱼也知道 这种神情叫做心事重重 这种神情要和一些 这种神情要和复杂的 当成一种神情要和复杂的